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BGM 最重要是BGM 因为有些朋友觉得背景音乐太大声 很骚扰 没事 OK 你们说OK没事我就不再教细了 好 各位晚安 大家看到背景 为何星期五晚做不到直播呢? 就是因为星期五晚要搭飞机 所以就做不到直播 回来 就在这里做 小一点 我觉得有点大声 丁屎那么多 等等 稍微小一点 我觉得会好一点 因为主要听话声而已 至于今天这个画质 当然不是1080p 大家看到我用Restream平台 上次我也觉得画质是高的 不过画质高其实是没有作用的 因为只看到我蜜头清一点 是没有作用的 我觉得这样 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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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里有很多大家留言 这里 这里有很多我选择出来的留言 所以我觉得会好一点 大家会觉得容易去聊天 互动会清楚一点 至于我这个蜜头 其实做到这个画质 我就觉得OK 只不过对上次不知道为什么 网速问题、硬件问题 我也不知道 所以之前那次做得很差 但这次又没事了 很正常 我现在看画面很正常 很漂亮 OK 首先回到Chart Room 先跟大家说一声 要多谢各位朋友的Super Chat 非常感谢 就是Dickens 的 谢谢 谢谢 以及Andrew 的Super Chat 先多谢你们 因为我还未正式宣传 如果大家觉得这些直播好看的话 可以随便请我喝杯 喝什么呢? 但是听说YouTube 不可以看到这些东西 然后又说黄什么 又会搞我的 这样 不过很难说 他可能认得一瓶 这瓶可乐而已 这瓶可乐而已 请我喝 喝一瓶可乐 好,今天的话题 我觉得是很开心的 因为我想说自己的 谢谢 好,多谢古列兄 是,多谢你一杯咖啡 我一会儿 今天也会喝杯咖啡 今次已经喝了两杯了 哈哈 好 我先看看Chart Room 大部分的情况都可以 今天的主题 其实都是老新常谈 其实我们这个直播的主题 都是老新常谈 都是讲来讲去的 都是那些东西 但是我觉得每一个时间过了之后 其实大家可能有些不同的体会 所以有些东西可以谈到出来 今次的题目很简单 就是说究竟 我们如果是一个小空间 玩坐地喇叭 是不是跟自己过不去 烦到自己 这个问题就是 因为我自己一回来 我又会见到同一个问题 就是我在一个小空间 玩了一个大喇叭 我的喇叭不是坐地 不过我知道我凡指一些 比较大型的喇叭 就叫做坐地喇叭 今次回香港 其实我也有试过三对喇叭 试过两对喇叭 加上自己刚刚买回来的 参考用的喇叭 就是用来试机用的喇叭 就是Magical A3 Magical A3 都是一对坐地喇叭 我也觉得是一对 比较大小小的坐地喇叭 对于一般香港家居环境来说 所以今天我也有点想 跟大家讲一下这个问题 也希望大家可以 踊跃分享一下你们的看法 因为其实这个题目 没有分正确的答案 没有分对还是错的 你可以在小空间玩大喇叭 完全没有错的 我不认为这样是错的 然后大家要骂他 不是这样的 从来都不是 只不过你玩大喇叭的时候 你要注意些什么呢? 你要留意些什么呢? 如果你在小空间玩 如果你在小空间玩小喇叭 你又会没有了些什么呢? 大家要知道这个决定带来的优点 以及他的catch 即是他的tradeoff 有什么是你妥协了的 你知道的玩法 你将在空间选择喇叭的时候 其实你会多些参考在脑子里 知道应该怎么玩 更加适合自己了 好,前言先说了这么多 我跟大家打声招呼 那么多的朋友 我不逐个跟你们说嗨 你们有留意 我都全部看到的 谢谢你们 今天改了日子 星期一 都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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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太好的时间 最好是星期五或星期六 喂, 哈佬, 升华, 没问题 好, Daniel 兄 各位晚安 那就... Hello 各位 好, 接着就... 我们进入正题了 我看一看 D-C有点灰 D-C有点灰 应该差不多了 因为其实我后面 特意打了一盏灯 不打了 因为这么小的画面 就没什么特别需要再打灯 Hello 各位 其实你说最好不要背景音乐 这件事 我有想过 但是可能你会听到 今天特别需要背景音乐 就是今天外面打风 但是真的只有风 没有雨 只有风 所以有时风声 吹到呼呼声 我觉得可能会收到一支咪 今天用的咪 就是不用了 我用了一支这样的咪 是一支 Contenser Pencil 的咪 所以它是有机会 拿到一些背景声 所以我用了一些背景音乐 所以我用了一些背景音乐 来增一增 希望背景音乐不会影响到你 但是反过来 背景音乐可能会影响到你 所以我需要调到它很小 现在我调到很小 应该没问题 好 接着我先看一看 对了 现在陆着有220位朋友 多谢你们 多谢你们 多谢Norman兄的Super Chat Thank you Thank you 今次看不清楚这支标 不用看 Apple Watch 这么开心 染住发体直播 这么开心 好 Mr.String兄 多谢你的Super Chat Thank you Thank you 吃饭 这么晚吃饭? Hack Andy兄你好 好像是可以见真 但不可以示范 一会儿就知道了 究竟AID 能否解放 会不会尝试金仔的E700 未必迟些 其实我们试机 特别我 其实从来很少试第一轮 因为我真的试到第一轮 其实我也很不想是为了做香港第一个 或者第一个出review的人 而特意赶着去出 我觉得很辛苦 所以只要代理或厂商容许 其实我不介意出最后的 总之不要建设的产品 都在Discord之前 就出就行了 所以 我不会特别赶着去出 当然有时候会有第一个出 但现在我也是 就算我真的知道我第一个出 这个产品的review 我都不会写 什么全港首试 什么抢先首试 我不会写 总之 你们看到 正好看那件产品 又想听听我来吹嘴 按下来看 就不会做那些 那些很抢眼的标题 多谢Victory 的Super Chat Thank you 好 打算洗澡 然后看直播 那你会不会很晚才洗澡 我们这些直播时间 通常是长得很重要的 好 这个问题 我们不如入正题 好吗 入正题 第一个topic 我们想讲 第一个指定动作 就是直播也是 马上问 马上答 即使今天我准备了 我也是马上很简单 做了一个run up 有机会出错 如果有出错的话 那么多位朋友 你在那里留言 难道指证我 以及要讲正确的答案 给其他网友知道 好 第一件事 书架喇叭和坐地喇叭 第一件事 大家会想的 就是如果我是比较正式 去玩一对书架喇叭 认真一点去玩一对书架喇叭 基本上书架喇叭 九成 甚至乎我觉得是十成 或者九成九成九 就是需要买一对脚架 给书架喇叭 书架喇叭 书架喇叭要买一对脚架 就是书架喇叭 在下面加一对脚架 然后放在地上 即是说佔地空间 佔地面积 和一对坐地喇叭 是可以一样的 佔的空间 和一对坐地喇叭 是可以一样的 即是说 如果你用书架喇叭 除了安装它 它是比较小 因为它分开了两折 书架和脚架 而且买回来的箱 是比较小 因为它是书架 那么容积比较小 这两样东西 是你搬的时候 没那么重 之外 其实当你设定好这对喇叭之后 其实它佔了你家里的空间和面积 是和一对差不多尺寸的坐地喇叭 是一模一样的 它不会帮你省到位 如果有很多朋友 我相信也是 很多人都不会留喇叭的箱 因为你的箱比较难保持 你放得到哪里呢 你放得到纸皮箱 你都放不到架法宝胶 所以很多朋友 可能买完喇叭之后 基本上 喇叭开了回来 没事没有干 一两个礼拜 然后你就会丢掉箱 即是说 连箱的空间 都不会成为你考虑的因素 你纯粹是因为 你买个喇叭 你想 你放在家里 它是书架和坐地也好 就是这么多 它不会影响到你的 即是说 你可以说实的 书架喇叭和坐地喇叭 其实实际上 不是真的 很影响到你佔地的空间 这个是我的看法 当然你说 不是啊 我的书架喇叭 并不是用脚架 我的书架喇叭 真的放在书架上 当然我相信很少 又或者我不是放在书架上 我是放在组合柜 同一时间放在其他器材 有时你也会看到一些室内设计的影片 如果你看到室内设计的影片 室内设计师知道屋主有玩音响 他就会帮屋主设计了一些 在室内设计的角度来说 非常漂亮 但在音响角度来说 一定不漂亮声音的设计 其中一个很特色的设计 就是他们会把喇叭 放在一个升高的地台上 有时地台还要很高 因为它要粘着电视 升到很高 基本上你不需要 你放在书架喇叭 在一个地台上 你不需要再加脚架 已经有一定的高度 就算这些地台 其实也看得出 它不是很实心的 它是够力承着器材 可能放在一条山巴 放在一个盒子 放在一部游戏 就是这么多 就算了 就不会像法兽那样 要很实性的架 很重的 坐在地上 就不会是这样 所以如果有这样的台 当然也不会声音 你会看到有些朋友 就说 我的书架喇叭 不放在脚架 我就放在这些台上 也很多 也有些我见过 就直接放在墙架上面 特别有些中置喇叭 就放在墙架上面 其实做法跟现在很多人的 山巴都是这样做 山巴很多人都会加上墙架 放在墙上 跟电视一样 当然通常做这些东西 顺便做入场电线 就令到你的视觉上 就会看到 电视和山巴浮在厅的墙壁上 就不会有条线握住 有条线握住 就没那么漂亮 但是事实上 大家都知道 这些是有电的东西 怎么会有条电线握住呢 可能找一些管 遮住它 用条喉胶遮住它 所以这一点 就是另外一件事 即是说 如果你不是这样放置 书架喇叭 你怎样都要佔地 一定的面积 你没得骗的 然后如果你不是用这样的方法放置 其实书架喇叭的发挥 都会受到 因为你可能放在一个 不太稳定的平台上 而令到它的效 而令到它的表现 是差了一点的 为什么是这样呢? 因为其实喇叭本身这些东西 都是透过单元的震动空气 形成声音 而喇叭如果能够站在一个 越稳定的平台 那它也要坐定 即是它也要扎行的 然后才可以打一拳出去 打一拳出去的力度才够好 如果你打功夫的人 站在一个浮的地方 然后你还要打一拳出去 你自己的力都吃不到 你有什么理由会打一拳出去 打得好力 即是喇叭其实也是一样 如果喇叭本身站得稳定的话 它的单元是会更加有效地 震动空气成为声音 是会更加完美、完善的 但如果喇叭本身都自己浮一下浮一下 它也能震动到空气 也有声音 但是它的效能是会变差的 这是很简单的道理 所以为什么热闻和鸿金宝 因子丹和鸿金宝 将桌子上打斗是很难的 因为叶师傅的桌子真的很滑 所以有这个原因就是这样 这个就是比较重要的一件事 所以到最后 如果你问我 我玩喇叭 我想要有好效果的话 那90% 也不是100% 你是需要放在一个稳定的地方 那你的喇叭才会有好效果 当然有些朋友选择 他要站得很稳的 下钉脚 这是其中一个方法 近年也有些人玩另外一个理论 就是希望喇叭和接触地面 就要Decouple 了它 即是要把它退偶 Decouple 退偶 其实简单来说 就是中间要加一些东西 是软软的 令到喇叭和接触面 分开了它 但不代表它不稳 但它就会有少少移动 例如 Iso Acoustics 那些产品 它们就是玩退偶的方法 但当然这些派备有不同 基本上都是要喇叭 在一个平稳的地面 就算你用Iso Acoustic 有一块胶 软软的那些 你的地面 应该坐在地面 也是要稳定的 就不会站在一个地方 可以浮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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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放任何烙扎都需要平稳地面 你用书架的烙扎 Norhok 即是你都要加脚架 所以无论是大小喇叭 基本上你都要用某一样的架构 令到它升得高 这个就是希望有些人会觉得 我用书架喇叭就省地方 但这个是有点不准确 因为书架喇叭的确比坐地喇叭 体积是小 但是实际上 当你要玩好书架喇叭的时候 你最后会用了和坐地喇叭 或者是小座地喇叭一样的空间 这个就要留意一件事 好,我们现在又去看看测试窿 所以Michael 兄这个说法 我是非常认同的 因为有很多书架喇叭 大起上来也很大 其实我现在用的ATC SM110 它不是坐地喇叭 我不知道,我就很难把它说成书架喇叭 要很大的书架才能放下 但其实它是不能放在地上的 它都需要用脚架 所以如果你真的要硬把它分类的话 它也算是书架喇叭的其中一种 所以书架也好,坐地也好 其实真的视乎它的高度 它是否可以直接落地 它的高度落地之后 它的中高音还是在异水平听是正常的话 我们就叫它落地喇叭 例如好像ATC 我又用ATC来做例子 因为它有一个叫做Classic系列 Classic系列的就是要加脚架 另外Tower系列的就是不用加脚架 其实就是这么简单 好,这个是吧? 可以,遲些我会出一条影片说的 那就是另外一个主题 虽然我的家房 都是家房的熟面 去过很多次的朋友寄在家里的地方 但刚巧巧,今次就是四个家房 因为有些都不在家里,在工厂大厦玩 里面其实有三个 都是刚刚今次加了ATC的有缘超低音 刚巧又是三个完全不同的scenario 我觉得挺有趣的 三个都是加紧那一只超低音 当然有民族版和专业版 有些地方大,有些地方小 有些是用小的座地 就是用SM50 虹人就是SM100 然后有个叫大哥 大佬 他就是用SM110 所以三个人都可以 在加超低音就会出现一些不同的需要 和不同的表现 我觉得很有趣 所以我做了个家房 还有拍了一条影片 迟些会讲,到时再讲 好,晚安,晚安 我不是月中直播,我是逢两个礼拜 两个礼拜,两个礼拜 两个礼拜就不会再算月中那些了 因为月中那些不是星期五星期六 其实很难遷就的 因为最容易记得是隔周五隔周五去做 现在暂时仍然是两个礼拜 早前我有讲过 不如可能一个月再做 两个礼拜太忙 但是未到我要重复这件事的时间 可能我多做一两个月 我才会想一下 究竟直播是否需要两个礼拜做一次 你们看完了吗? 其实我说来说去都是差不多的内容 其实我怕是重复又重复 好像很闷 Mewtwo 何时出片? 未知,未知,试了 所以有没有BGM 我觉得是有少少最好 但很难遷就到刚刚听到BGM的音量 特别我在电话中听 我常常觉得BGM太大声 但在屏幕中听 就会觉得BGM正常 Hello, 上楼德兄你好 其实我有看你的影片 有楼盘介绍 郭兄, 多谢你的superchat Thank you, thank you Andy 兄, 很晚了 还没睡觉 你起家吗? 你是澳洲区 台湾喇叭灾情严重 是的, 这个就很惨 因为今次的地震很厉害 台湾一年都会有几次地震 但地震你会感觉到摇摇摇 他们都习惯了, 没什么感觉 但今次的地震很大 所以即使去到不是震央 不是花莲那头 附近那些雷台北、深北 那些地方都会感受到震动 而且挺厉害的震动 所以你家里的杂物会掉下来 你那些音响, 特别是 我心想, 黑胶唱盘这样倒下来 黑胶唱盘那支唱臂都不需要 你看到连喇叭都打得烂 我看到有803 跌落在地下 我看到有Calf的Blade 直接是裂了箱 你可以想象到其实箱很硬正的 它打得烂, 打得裂, 力是很厉害的 当然你会看到有些CCTV拍出来的 你会看到雪柜都震出来了 可想而知, 力度是多么厉害的 是的, 我明白的 当然有些朋友在地震上 可能喪失了家人 或者受伤, 受伤很严重 那些更加的伤心, 更加的惨 但不代表你在地震里面 是没有任何人命的伤亡 只有财物损失 就不惨的 其实一样是惨的 任何天灾都会很惨的 我们作为音响发烧友 就更加明白 自己的音响器材 放得很好的, 弄得很漂亮 然后就因为天灾而 那些东西都破坏了 要再买过, 要维修过, 要整理过 可能很多碟 本来盒没有破坏的碟, 手榴碟都破坏了 你再弄好的时候 其实不只是钱的问题 钱股之然是一个损失 你的心机没有了 你要再做过 其实那件事也是很惨的 所以我也有发发其想 如果我住在一个地方 它会有地震, 怎样呢? 我想我见过这些情况之后 我就会把软件绑得很确定 即是确定在墙上 当然你说不是的 地震震度连墙壁都破坏了 那就没办法了 但如果不是的话 我想你把柜子安装在墙上 然后在软件柜里 下面我们的软件柜 不要就这样摆 跟它拦回腰间 绑回带在中间 让它不要傲出 然后器材全部站稳一些 或者不要那么高 即是那类 特别的喇叭就真的不能够站在那 我不知道有什么方法 令它更加稳固 可以抵受到这么大的震动 但是如果我是不幸遇上这件事 我之后就会加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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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到一些东西尽量稳固 减少天灾带来的损失 我会这样 好,Wayne兄, 多谢你的Superchat Thank you, Thank you 啊? Duncan兄 我对我的喇叭没有声 听不到你说 听不到我说话? 现在听不听到? 现在应该听到了,是吧? 我看看我是否有声 可以的, 延连不太多 听到的, 是吧? 用电话看算吧 S&M 7, 11, 19 这三个型号听到有什么区别? 有区别 首先低音伸延, 19 会比 11 更好 比 11 更好 7 低音伸延是最少 这是限双体的容积 和单元口径的限制 因为这三个喇叭 都完全是密封箱的 所以气垫式低音 低音量并不是太多 再加上, 像7 这样 是一个很小的单元 它不会出到很低的低音 这是事实来的 一直都是, 不是现在才说 一直这么多年的7 都是这样 为什么有些朋友 经常说, 我的扩音机很难推 因为小喇叭, 力度很低 我就要用很厉害的音推 有很多时, 当你用很厉害的音推 其实低音量会增加 推得出低音 很多时候, 有些朋友会用7 究竟能不能推出低音 作为那部扩音机很没力的指标 我都觉得是可以的 但即使能推出低音 也不是坐地喇叭 或者加了超低音的那种量 所以我认为7玩是容易玩的 因为它的低音量不多 你容易去处理它 也有人会这样的想法 就是将它放在一个和房间 有少少共振 有少少booming 触碰到它的位置 令到这个扩音机的低音量会增加 这也是一个挺好的方法 不只是用7玩的 有些人用35A 用App Tablet 都是会用这些方法来放 把扩音机和房间有少少boom 多了低音出来 其实那些都是boom 但只是少少 但是因为这个缘故 你的扩音机听出来的低音量就会增加了 由于它只是多一点 未至于失控或者美大不掉 其实都是听得挺好的 三个型号主要是这样 三个型号的声音的取向很一致 设计也几乎一致 都是二路二单元 密封箱 是单元不同 我觉得最大的分别就是低音量 而且它的音量也有少少不同 19的音量会比较好 它始终也有大输架的扩扩 对抗音机的要求7是最难推 特别难推 11、19其实就好很多了 我觉得最大的分别就是这几个 哦,是的 是的 我在想东西 不过我直播就尽量少 Dead Air 因为Dead Air 我觉得是很害怕的 做直播是Dead Air 你看电台 看电视台 你怎么会看到无端有Dead Air 我们做直播 虽然一个人而已 但也希望不要有太多Dead Air 好,中间的问题和问题之间 我会加一些QA 作为中场过场 最近想加Mini DSP Flex 去做Room Correction 行Direct Live 这是一个自动校正系统 它可以选数码输出 或者模移输出 但我应该加到哪个位置 好呢? 洗水浅、洗水厚 直接当解码用 换了DAC-200M 这是Campage Audio 我现在用电脑、CD机 接着去Mutec MC3 Plus USB 这个是洗水机 Campage DAC-200M 加PSU 加上解码 这个Campage Audio解码 以及供电 接着去Burson前级 Burson就是澳洲耳机的音响牌子 它也有出前级 最后就是听内高7有缘喇叭 之后再考虑超低音 如果你在这里想加Direct 我个人觉得 Room Correction 在数码的阶段去做是最好的 理论上失真是会低一点的 所以一定是在数码 而且我认为如果你有洗水机 最好放在DAC-200M 理论上就是你的Source 然后再加上数码的Room Correction 然后最后才进去洗水 然后才进去解码 这个就是我的建议 但因为我没有认真的A、B 比较过 所以最好就是你在这里试一试会好些 有什么方法? 没有 我刚刚走 就电压急降 然后我回来的时候 我发现三个Nars 其中有一只就失了钟 我也不知道它有没有事 希望它有没有事 幸好它只是back up Nars 也不是很伤害性 因为我三只里面 我又不是全部都安装UPS 有时候真的不能省 以往觉得 香港的供电都很稳定 很少会出现这些问题 极其量就是打风的时候 可能会有这些机会出现 如果没有打风的时候 其实很少会出现电压急降 但是近一两年真的越来越多 所以下一次我一定不会省 我一定全部都安装UPS 这个是在讲Nars 音响器材真的对不起 不会加UPS 我试过加UPS 听Hi-Fi 我觉得不好声 我觉得是坏声 当然有些人觉得好声 但我自己觉得不在我身上 我用AP APS APC 对不起 APC 但我真的觉得很不喜欢它的声 我已经预大了 所以我没有再用UPS来听Hi-Fi 虽然我听下去的道理好像合作 但我听出来的体验就不太好 可能其他朋友有其他方案去处理 所以音响我就不会加任何电源不乏的位置 因为其实很多电源处理会防雷击 但防雷击在香港使用很少会需要用到 因为防雷击可能突然电压提高 它就会和你保护你的器材 但现在不是电压高 现在是电压没有 即是它突然停一停 然后又有回 其实老实 这样停一停 然后再有回 很多Switching Power Supply 那些火牛是很容易烧的 唉 所以最好就不要有这样的情况 因为真的很麻烦 我不知道PS Audio 它会不会有这种保障的功能 但一般的音响用的电源处理 都没有这种功能 有这种功能的东西 UPS 的东西 就跟音响无关 所以我觉得没有什么特别的帮助 可恨的是 其实我们音响器材 又不是用很多开关供电的装置 就算有都是比较漂亮的 所以这一刻应该能顶到的 这次应该能顶到的 这次应该能顶到的 在我们的Forum 里面看 都没有什么朋友说 即是没有朋友说 因为这样的机器坏了 所以应该也能过得到的 好 多谢欧卿的Super Chat Thank you 早晨 不是啊 我们这里是下午 现在我们的时间是下午的2.8个字 不明白 怎样才认真? 没有啊 Youtube 别这么认真 Youtube 没什么认真 但就算是认真 也是适当真 因为Youtube 我们任何频道出片 可能都在一个星期 要出一两条 很难做到 好像书本 或者是学术研究 那么认真 就算是音响杂志 我觉得大家这些 就是态度认真 但是做出来的事情 是不是真的可以毫无错漏 我认为是不可能的 怎样都会有点错漏 好 我搬到澳洲的房间 都是苦老中 香港用了座地多年 搬到澳洲 虽然地方大了 但因为全部都是落地窗 漂亮的 但进入住 已经发觉有撞声 所以怕用座地很难控制 但买书架又不想 书架是否容易控制很多呢 深大深小 外国买扬声器 又没有香港方便 香港可以试试很多东西 所以不知道怎么决定好 想选法系统 买个Depri 加个有缘扬声器 是否简单些 这里答到你了 买Depri加有缘系统 当然是简单些 但是你说这个地方大了 究竟用座地 还是用书架呢 就和撞声没什么关系 那我们就进入第二个部分的主题 有些朋友觉得 那个喇叭 一个比较多人用的例子 就是买B&W 的喇叭 很多人都觉得805D4 英国系列 英国制造800旗舰系列的 二路低音反射式 书架喇叭 是很漂亮的 很正的 对不对 但它也不便宜的 OK 然后这个价格 其实你可以买到 下一级型号 78系列的702S3 不要讲Signature Signature好像比它更贵 但我就当是普通买S3系列 S3的高音 已经和800系列一样 已经有卡拉OK麦的沙取高音分了出来 当然高音不是钻石高音 是碳摩高音 但除了震摩物料不同之外 基本上整个高音的单元设计 都已经和800系列差不多一样 中低音更加接近 双体有少许不同 当然里面的分音也有少许不同 但分别不是叉天共地 反而最大的分别是 700系列是内地组装 800系列是英国组装 这对用家的心理影响大一点 我自己试过很多700系列的BMW 喇叭 当然也试过800系列 老实说 其实我看不出它有造工上 品质上的分别 我看不出有任何分别 KF也是一样 其实看不出的 但是 你的心理上就有分别 因为我们也希望买到原产国生产的东西 不是说一定要是什么国家做好 什么国家做不好 是你是英国的品牌 你就在英国做 英国做 你是日本的品牌 你就在日本做 你是上海品牌 你就在上海做 我觉得这样就是最能够 表现到厂方设计 设计那些产品的时候 如何将它由设计去到量产 都是在同一个地方做 我觉得这样是令到用家更加开心 但是就不代表 它是转到其他地方做就有问题 这是心理影响多于实际影响 OK 我回来了 就是同一块钱 我就会想 究竟我应该买805D4 还是买702S3 价钱可能差不是很远 但是我一看 你看看低音 805D4只有一只中低音 702D4又有中音 中音是挺漂亮的 它是一个很独特的设计 还有两只低音 三路四单元 即是不能看也能打 不能打也能看 所以有些人开始在一个地方 就是究竟我应该买漂亮的二路书架 还是买一个便宜一点的座地 哪有点好处呢? 我现在出这条题 是否音质会高一点 我想说 如果像我现在的情况 同一个品牌 不同的系列 我基本上可以回答你 是肯定的 即是说一个高系列的二路喇叭 它基本上比一个低一级系列的座地喇叭 这就是大多数情况都会发生的事情 亦是厂不会做一个喇叭 我卖贵一点 但是是书架 然后是比一个卖便宜一点 但是是座地 不会有这件事 所以这个Theory 应用于不同的品牌 Caft Wolferdel Focal 等等 都是有这个情况 ATC也是一样 所以你要明白 就是如果我大部分情况 都不是说要讲究低音很多 又或者我不是说要很大声 我只需要听音质 Quality 要够高的话 其实很多时候 你买高级小小的书架喇叭 整体上你得到的利益 获得的甜头 是会好过一只中阶小小的座地喇叭 这个就是我试这么久的Hifi 或者自己玩的时候的心得 如果有些朋友这样问我 我应该怎么选择好 我也是会建议这样做的 当然音质会高一点 就会发达 好一点 但是问题就是 音质高一点 就是喇叭的Quality 会高一点 可能单元的质素上会高一点 它的分音的用量会高一点 但是问题就是 不是代表这样 你就一定全面得到提升 打在后面那里 还要做一顿东西 才可以令到你真正听到 声音有可闻的提升 那接着就是烦了 就是烦什么呢 另一个step 就是对抗音机的负担 老实说 很多人都会知道 有些喇叭是特别难推的 难推的话 你只不如买一只贵一点的抗音机 就着这个喇叭 如何才为难推 如何才为之易推呢 其实之前我们也做了一个直播 就是说这件事 就着一个喇叭 几个spec 即左抗斗摆 分音设计 单元数量 扬声器的设计 是低音反射声 还是密封箱 还是气垫式低音 还是passive radiator 等等 就我们做了一个直播 吹了几个小时 有兴趣的朋友 就我放在这里 如果我记得放在这里 不然你自己找 就可以重温这个直播 跟大家讲讲 这里回来 就是一般来说 我们也知道 左地喇叭单元多些 对抗音机的要求 是会高些 因为它实际上 真的要推动 很多单元一起运作 但同一时间 书架喇叭 是因为它的灵敏度低一点 因为它的效能低一点 单元少 它便小声一点 它要做回一样音量 一样音额的话 它就需要多些功率 所以有些人都会说 小喇叭先难推 这个是正确的 特别在科学数据上是对的 当然 我用小书架 如果听到更小的空间 更长一点 其实都可以 令到抗音机 负担不重的情况之下 表现得很好的 但这就是 你聆听环境的影响 所以当你买书架 还是坐地的时候 你一定要想的 就是 你遇到什么抗音机 你手上的抗音机 对抗音机 对推你的喇叭 一般情况 如果我的地方是小 即是说你的喇叭 都没有什么地方可以摆 好像现在我这里 我这么小 我的喇叭又这么大 你能摆到哪里 是吗 Toy in,Toy out 两个喇叭 放在前后 其实它头头尾尾 都是只有一个尺多位 让它走 就是没有得选择了 所以你可以摆的位 都摆不得多 基本上都是近场聆听的 不会很远的 如果是近场聆听的话 其实对于抗音机来说 负担轻一点 因为它比较容易一点 就做到一个音压 是你觉得足够 如果你说地方大一点 那你的喇叭就要多很多能量 才可以填满你的空间 同一时间 如果你坐远一点 你的喇叭是需要做大声一点 你才听回一样的音量 你才听回一样的过瘾度 所以就很影响到 你的喇叭的音压的大小 很影响到你的抗音机 实际上是够推还是不够推 推得好还是推得不好 我们经常看数据 就会见到 它们灵敏度 就会起喇叭 1W的功率之下 它可以做到多少db 但我们实际上 就不会对着喇叭 一米距离来听 多数都不会 就是三尺会太近 我们都会远一点 所以接着很影响到 功率够不够大 就是要看你的聆听环境 我们今天的讨论 主要是讲细空间 所以细空间 即是你的抗音机 其实都不会太辛苦 所以在这个情况下 如果小喇叭 都是开得不大声的话 你换一对座地喇叭 反而就会令到抗音机 辛苦些 因为它要推动的单元会更多 但因为你的小空间 其实我想说 在小空间 你的音压有限的话 其实 你的抗音机 可以的推力 就已经是 很多喇叭都足够了 所以你经常都会听到 有些人说 有些人说 这个抗音机和这个喇叭 一定不适合推 抗音机不够力 你会听到很多人会说 它不够力 不够力 你听到已经盲目了 你都觉得一定不够力 但可能你不久 你会听到有些人说 够力 你不是哪有想像想想得这么难推 推到 没问题的 有些人会说够力 有些人说够力 有些人说不够力 是不是平衡时空 其实就不是 其实有些人够力和不够力 就真的 depends 究竟有些人在听近场聆听 有些人听的空间 大还是小 有些人聆听的习惯 是听到很大的声 要震耳欲聋的音 才叫做听歌 还是有些人觉得 我不是的 我中音量 它刚刚到我那里就够了 这就很影响到究竟 所谓够力 还是不够力 这件事 其实够力不够力 这件事 是真的挺主观的 所以你要想想 我不要特别拿一些例子来说 但当你买坐地和书架的时候 你都需要想想抗音机 是否对抗音机的 抗音机的 spec 当然可以做一个参考 但我觉得参考性一直都不强 参考性比较强 你会看到 例如它的左抗 压定左抗 如果有显示最低的左抗 这些都是比较容易 令你知道这对喇叭 究竟是否左抗打扮得很厉害 它的左抗在播音乐的过程中 又高又低 特别是低的时候很厉害 特别是低的时候比较低的话 其实对抗音机是挺大衰索的 例如喇叭的单元 接着它的灵敏度 这些全部都是比较好的数据 来知道它难不难推 例如低音反射式的喇叭 它的低音量 是因为它有一个箱的低音反射孔 来帮补 又会容易推些少 密封箱是最难推的 气扇式低音是难推的 PASSIVE RADIATOR 我觉得是中间 其实我都觉得它不容易推 但在中间 反射孔就最容易 这就是另外一个要留意的东西 好 接着说一下 大小喇叭 其实最大的分别是什么呢? 其实是一样东西 这是最大分别 双体大了 或者低音单元的数量多了 最大的分别是大喇叭的BASS EXTENSION 低音的伸延会明显好 低音伸延就是分别 第一,它可以降低 有些书架喇叭可能去到 MAYBE 可能去到 很小的50多Hz 它就没有了 如果有些AV 喇叭 比你加超低音那些 就更加小 可能去到80 100 100那些真的没有低音 基本上 可能一般我们听歌的书架 甚至乎是Tablett 那些 其实你看到它都去到50多Hz 但当然 你可以看到它降到50多Hz 但可能它已经是-3dB 甚至乎-6dB 即是说其实没错 它是去到这么低的低频 不过它很小声 很小声 我们人耳对低频 其实都没有中音那么敏感 你还要小声 即是说没错 你是播到 你用咪量度 你会看到 但是我们听不听到呢 可能都听到 所剩无几 所以有些人就说 这小声音没有低音 就是这个原因 大声音 其中一样做得比较明显 就是它是会降低一点的 降低一点 你会看到可能去到40Hz 你不要想到50和40是10Hz 我觉得也是一个大海红构 都是你说要由50到40 说到同一个规格之下 是 喇叭要厉害很多才能播到40 然后你会看到有些喇叭 就会再低一点 32Hz 都有 我看到有些喇叭 是够敢写到20多 都有 我觉得都挺匪夷所思的 因为如果你的喇叭 好老实说 一般来说 很概括的感觉 就是你见到的喇叭 低音单元多些 低音单元口径大些 相片大些 基本上你都可以肯定 低频的响应是会表现得好些 你也可以在SPEC 里面看到 这个其实就是大小喇叭 其中一个最大最大的分别 因为这一件事 你可以很客观地用这个测量 也不需要你找一间无查响室才能测量 基本上你找一个普通的房间 拿一支无定向喪心病 无定向喇叭 全方位 Omin Directional 的 Messure Mic 不断度度度度 你都已经知道 大喇叭的低频响应 就会是多些的 这个也是 我们所谓的大喇叭和小喇叭 最最最最最最重要要想的事情 就是你究竟需不需要听 更加大的低频量 和更加低的低频伸延 你需要这两样东西 那你就需要这个大喇叭 这个就是我觉得最最最最最最重要 你买大还是小的情况 当然了 你说不是啊 我买小喇叭 是不是就是我听不到低音 我想跟大家说是 要看你的环境 对上两次试试不同类型的喇叭 我都有特意去播一些 很极端的低频的歌曲 也都有去播一些test pattern 通常播test pattern 就不是录音 当然不会录音 也都不是音乐 但是你播test pattern 就是一个照耀镜 就是你一听你就知道究竟 你的喇叭 你的系统 播不播到 先讲播不播到 播不播到那些频段的低音 接着你下一步 你先讲播得好不好 这个是步骤来的 然后我就有一些小喇叭 我都会播 例如说播一个test pattern 40Hz 你会发觉 它好像 你可能会看到单元动 很开心地震动 但是你听 你几乎听不到有声音 如果你换一只大座地 不要说大座地 小座地 可能一听就 哇!很多! 很厉害! 还踢你房间的room mode 有主播 所以你这样一试 你就知道 你可能听歌 未必会回忆 或者很多我们听的歌曲 有低频的部分 都是 都是 例如说disco声 炸机那些 那些 其实那个低频 都不是3-40Hz那么低 都是50-60Hz 差不多 即是50-70Hz之间 到底音乐是什么类型 即是它出到50-70Hz 低音就已经挺好听 所以你说我用书架也炸到飞 是呀!很多歌曲的低频 其实都不是真的落到那么低 所以你是完全能播到的 所以你想回头 就是如果我 并不是需要听到那么低 而同一时间 实际上都并不是真的 那么多首歌 会去到那么低 的话 其实你是不是真的需要 播到那么低呢? 那你要想想这件事 这是第一件事 第二就是你的房间小 其实就算你的喇叭播到 你也听不到什么 因为低频的波长很大的 如果你的房间小 其实你也是听一本 一本 再一本 就是你不会听到很足的低频 所以如果你说我 很偏执 一定要听到很低的低频 其实在这件事来说 是有少少辛苦的 就是你要追求这件事是辛苦的 因为有很多东西 你客观的环境就已经限制了你了 你要再追求的话 一定是要事倍功半 一定会事倍功半 一定会事倍功半 你才能做到 所以这件事是辛苦的 所以 我之前告诉大家 就是大小喇叭 它的低频是很大的影响 但你是不是需要听到那么低的低频呢? 这件事不是一个must 不是一个等于yes 不可以 就算了 我一定要听20hz 如果不是的话 怎算听歌 我一定要听到20hz至20kHz 但是 没错 20hz至20kHz 我们叫做audible band 可听范围 有不同程度的衰减 即是说 今天你真是很诚心地 自己去做听力测试 你就知道 我们的耳朵 究竟听到多高 还有左右耳朵有多不平衡 因为每个人的耳朵都有不平衡 就算你不做这个测试 我都可以告诉你 我们的耳朵也左右不平衡 我想每个人的耳朵都有不平衡 而且都听不到很多高频 这是一个事实 所以如果我追求播放 要达到某些要求水准 你可以追求的 这是一个很好的发烧精神 但是实际上去看的话 其实这种追求 跟我们最后听到的声音 是不是真的好了呢? 中间并不是一个等号 你认真坚持去追求是对的 但是跟你听到什么呢? 是两件事 所以有很多朋友 经常会说 耳听收货 HIFI 的东西 说就可以天下无敌 但到最后都是开声听 听完之后 你觉得好声 你的朋友觉得好声 这个反而是比较重要 特别自己觉得好声是最重要的 所以 不需要拘泥说 我的喇叭是书架 它的低音只有这么多就没有了 好像是一个缺失播 我是不是应该换座地呢? 我是不是需要加超低音呢? 这是后话 就这样一对喇叭 其实是绝大部分的音乐 你都一定是可以令你开心满足 而且你要明白 低音是没错 有很多发烧的前辈都有说 你玩HIFI 最重要是搞定低音 但我也有听过不少发烧前辈说 你听HIFI 最重要是搞定高音 但是也有听过不少发烧前辈说 你玩HIFI 最重要是三频平衡 其实简单来说 我是比较喜欢三频平衡的 因为中音高音低音都必须做得好 即是说你是不需要特意focus在某些频段 你只需要focus所有频段 都大致上是这样 它不会outperform过其他频段 这个我觉得是比较好的 theory去找你想找的系统的声音 所以如果你觉得低音好像足够了 不是播得很好 不要紧 离开 接着你搞定 你还有中音和高音要搞 那儿都可以烦你很久 所以不需要太过执着于 一定要播到很低的低频 好,这些东西讲得很久 我们回到chop room看看 发生了什么事 先说一下 在大空间250尺 用了ATC100很多注波 这个就是下一个主题我要说的 就是当你低频量 一去到某程地低 然后它又有大声 那它会把你的room mode 它会感到驱坏你的room mode 它会令你房间的住宝爆出来 那你就会听到房间的先天问题 不是喇叭的问题 而是房间的问题 这样就是最开心的事 我现在这个情况 我现在就是这么开心的事 多谢喇叭可以做到这么低的低频伸演 就令我这个房间的住宝问题得以尽情显现 还压着稳 说一下脚架灌沙 没什么特别的东西 我自己就只会灌钢沙 因为以前小时候 刚刚玩Hifi的时候 就玩很多的 又说灌石鹰沙 跟着又灌钢沙 跟着有人灌海沙 不知谁找笨 找你笨三千 叫你灌海沙 我有个发烧友的前辈 他很好人 他又送了一对Selection的脚架给我 因为他都没有用 就送给我 知道没什么钱 玩太快就送给我 很开心 Selection的喇叭的脚架 跟现在KF的喇叭的脚架 是一样的 样子一样的 很正 挺好的脚架 单柱长条型 但脚架是没有灌沙的 然后我就想想 这个脚架 让我自己作为灌沙实验品 因为Design Out 2 你不会撕掉原装的四块贴纸 然后倒掉那些沙 自己灌过 不会吧 如果你说买坊间的其他的喇叭 你也可以自己玩灌沙的实验 但我当时有厂品牌的脚架 还要给我灌沙 我当然是自己试一下 自己试的了 不仅仅任何发烧朋友 自己测试自己做 问人或有多个人在一起 我怕大家的意见 会否互相左右到主观性 有时你会和发烧朋友一起听 每个人都说好声 你不敢说不好声 所以我就觉得我自己做 我自己最清空 没有任何东西阻挡我之后 我就听 我就选了钢沙 钢沙就容易找 而且我脚架是单棍 其实你也不需要买很多 我也不打算灌满 只管灌三分之二 接着就灌钢沙 石鹰 石鹰沙我买不太多 石鹰沙很幼 因为我看到以前熊人玩 他们都买个盘 然后放在石鹰沙 然后把唱盘放在石鹰沙上面 现在他们没有这样玩 他们有一段时间这样玩 我觉得挺漂亮 挺正 但一个问题是 石鹰沙的背部不好塌 一塌塌 一塌塌糟 整地沙 石鹰沙很幼 而且我也在想 石鹰沙放在这里 其实它会不会飘在空气上 应该不会有重量那么高 如果飘在空气上 就吸收到肺道 那就不好 我不知道 我觉得有点害怕 接着就 我只做了石鹰沙 钢沙 接着听完声音后 我就觉得 钢沙会比较好些 低音会比较多些 我经常都觉得 苏格纳脚架 最好就是 用了脚架之后 低音不要少了 因为摆得上脚架的 都是苏格喇叭 苏格喇叭 基本上低音都不是太多 如果你摆到脚架 是令到低音 少了的话 我觉得很难搞 所以我希望它不要少了 它是没有少到的 高音就 depends设计 没什么一刀切的结果 但我最无奈的 就是我最后决定要去试海沙 然后呢 那时候我住在马安山 烏溪沙 其实我可以走到烏溪沙的摊 我就走到摊 拔了一些沙滩的沙出来 我没有问人 我也不知道问谁 我拔了一点点 应该不会犯法吧 OK 拿回来 我很聪明了 我知道海沙是有湿气 所以我已经可以曬 曬了它几天 我觉得它应该干 我看到它也干 倒下去 接着就生寿 哇厉害了 生寿由内之外生出来 生寿是 威为奇观 那时候很小 结果 因为生寿太厉害了 我整个脚架就这样扔了 我知道生寿是可以解决的 你可以磨它 但我小时候 年少无知 再加上想着脚架 人家送 本身不用钱 很笨 就扔了它 就扔了它 就扔了垃圾房 又有人收 我不知道被人取得了 总之都生寿了 接着呢 我才在REV33 看到有人说 海沙 是一定会令到铁的脚架生寿的 你可以做 但你最好就用一些小袋 一袋一袋 包住它 用一个大袋 有些人说 你在下雨的时候 那些百货公司的门 就有一条条装傘的袋 你拿两条 然后就拿罐沙 然后倒下去 那也是可以的 只不过我心想 怎样可以填垃圾房子呢 那些袋子有虚位 不过怎样都好 那件事已经发生了 那你再说 灌沙 我就有这个感觉 我因为 因为它都收得很快 好像一个星期 它已经收到出来 它明明是噴了漆 为什么可以收到出来 真是有料到 灌沙 我那时候没有什么心情 我就觉得它不好声 所以自此之后 我所有喇叭脚架 灌沙 我都只会灌钢沙 而且也基本上 不会灌满 至于灌多灌少 坊间有不同的玩法 普遍的说法 都是说 大概三分二 都不会怎样差 我都是基于这个说法 如果我自己灌的话 就不会少过三分二 有些人说 例如Findation 又说有不同沙的比例 那些 我们就不深究了 这些是好像商业秘密的东西 就是这样 说完 好 好 呃 嘩 嘩 呃 201 其实但凡有Digital 的东西 它有Digital 一个DAC 它有Digital 有Analog 其实你问我 我都会放Digital 我都会放Digital 但 只要它没有抗音机的成分 我就会放Digital 但RX201 是否 只是Streamer前级 只用Streamer前级 我就会放Digital Create 50A 推购款座地 B&W 喇叭 804D2 Dyna Audio S5.4 Anam 的Column 是不是浪费了? 嘩 嘩 嘩 是否神奇小子? 这个Create 50A 我没有试过 给个Like 给个Like youtube 不是会不断给个Like的吗? 咦 今天没有的 认识了AI 说真的 反正 反过来 804D2 听过 自己没玩过 很难推 Dyna Audio Contour S5.4 我不记得 因为这些旧款喇叭 我不记得 是否高音在下面 高音、中音 低音在上面 摄上去 它的样子有点像 Covidence 旧款 不过就是 低音在底部 那一款 那一款我试过 是音响技术 那时候 Adam Column 有听过 三对喇叭都很难推 我觉得 你也是找回 Class AB 的大妈 推它 好 Daniel 多谢你的Super Chat Thank you 记住不要加糖 哦 没有加糖 我已经很久喝咖啡 没有加糖 最好我们这些年纪 吃饭都有大量的糖 所以我们最好 像你说的 我未去到这个层次 但我尽量少吃 其中一个最低的牌子 是ATC 19 变成19A Active 两者差了的价钱 包括他 是啊 其实是的 不过 那些问题就是 有些用户会觉得 19A Active 这件事 好像心理上 好像没有什么好处了 就是 我给多一点点钱 其实你买了一个抗音机 我给多一点点 我给多一点点 其实呢 是 还缺一条喇叭线的 所以 你问我呢 是真的 很划算的 但是 问题就是 很多人觉得 我给了这个钱 买了座地 我想买三路 所以就会看40A 40A当然不是这个价钱 不过这样 老实说 19A Active 其实低音是否会更多呢 其实我 我觉得 如果你的抗音机都够推的话 其实它不会多很多 因为你要明白 SSM19 声箱的容积就是19升 19A呢 它的容积都是19升 它不是因为脚架下面 会多了容积 其实它是封了在里面 脚架的左呢 是左还左 箱依然都是19升 它不会因为脚架就多了 所以你要留意这一件事 但是这个问题 就是我给多一次 我想听三路 这个是 发生有心理 或者消费者心理的影响 所以说真的 理性派 其实用10A是非常正路的 但是感性派 就会觉得 不如上40 不如怎样 怎样 可以说一下不同物料的脚架 钉脚 这个就是 我自己没有什么研究的 说真的 虽然我做这一行 但我都承认 不是每一饭我都熟 这一饭不是很熟 我自己就很 学玩HIFI 时 已经是钉脚的年代 所以我自己的喇叭 我基本上都会学钉脚的 当然近年多了很多其他的玩法 我都试过不同的款式 例如说 用 Eso Acoustic 那些 Gaia 那些脚架 然后我又用过 UN Hannoyer Touchi Mask 那些是陶瓷珠脚 也有用回传统的钉脚 有大有小 但是其实我觉得 它主要对低音的影响 会比较大一点 要留意对低音的影响 比较大一点 中高音 很多东西都可以在其他地方教 至于你说 在脚架和喇叭之间 还需要加钉 我就觉得 我自己就不会加了 我自己就不会加了 我觉得如果你在脚架 在喇叭下再加钉 会不会好像不太稳妥 我觉得有点不太稳妥 所以我建议 所以就不会 喇叭脚和喇叭之间 我都是很肤浅的 加少少Bluetek 少少 我一个大前提 就是不要一大匹 好像不需要钱 全部粘下 第一 就是 它这么大匹 你的喇叭放得久 它真的粘得很实 有些人是试过 撕不出来的 你没想到Bluetek 一定会撕得出来 它太实的话 它撕不出来 整个喇叭皮 比Bluetek 似了都有 是很伤的 这是第一 第二 其实我试过 Dogluetek 不是太好声 我觉得高音就差了 好像差了 差了 所以我自己都是 Base 一粒 四粒 然后再加上去 就算了 但这个是我的做法 不代表是一个好声 或者适合的做法 我自己习惯了 那么多年都是这样 是 对 就是我们说 用一些 Decouple 的方式去配 例如 Iso Acoustic 的 Iso 架 其实它也是 预设了一些人 放在书桌上 再放一只Studio Morning Time 我现在的工作桌 都是普通的IKEA 桌 然后上面 现在放AE-1 下面就有一只Iso Acoustic 的Iso 架 Iso Acoustic 的架 就已经有这样的 这样的胶 它基本上就是 就是这样的功能 好过你硬下地 因为地位根本就不稳 在一个不稳的平台下 你一定要放喇叭 我会倾向用这种设计 就是Decouple 的方式来放 Alan Wong 我也有同样的苦路 书架喇叭放在6尺的Hi-Fi 架上 耳朵高 并以胶贴贴实 贴实 架身有些Amp 坐着 架和喇叭都很稳定 但没有任何升级的空间 每次走Hi-Fi 店 看到落地喇叭都很悔痕 等缘分到的时候就更换 不用心急 但缘分到 缘分到就是 例如你碰到一对很英俊的二手 又或者你看到突然有减价 或者出版型号 完全是你四日程范围以内 你就知道缘分到 同时各用一对是最弱 当然是 这是事实的 细书架有细书架的好玩 找一集和大家讲细书架的好玩地方 不要经常说细书架不好 才行 Open-frame speaker stand and heavy mask stand are two different design theory 没错,都是不同的 有时你玩的东西 你都要相信设计的理念 你相信理念 你要去玩的东西 早前做了一场Open-frame speaker 的喇叭 Coreo 的喇叭 其实都是另外一个 有关你信不信那种设计的声音 或者你喜不喜欢那种设计的声音 你喜欢 就自然很棒 你不喜欢 就完全不接触 好 多谢多谢 应该不会太久的 我这个Mule 2 的 review 都会中间出 我希望在Munic High Fire Show 之前出 有地方当然是阻碍 不是的 如果你的地方有很多主播 我会建议你买书架 未听艳 常做常有 OK 照顾 音响夜 因为我经常觉得 我拿着前辈的音响杂志 每一期的专题探讨 拿回那个题目再讲一次 可以轮回几次都可以 真是 现在在使用RS-50 Hi-Fi Roles 的Source 这个是刺旗艦 接着是Bouda 866 这个是合平式航空机 想看看换Mule的效果 哇! OK 到时说吧 我现在告诉你 很大分别 很大分别 香港是天灾小的 香港是天灾小的 好!看直播 Happy! Thank you! Thank you! 明天灾小的声音 来不重要 我们会有重温 能支持时间长度 什么是气垫式低音? 密封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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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低音运作的时候 因为箱是密封的 你的喇叭 振膜向后走的时候 使到箱体的气压会提升 于是 在阵膜向后压时 气压会推出 我没有理解错 这就是气垫式低音 其实是密封箱的意思 这种气压 其实它会有一个物理的效果 就是令到单元更加 当它拔出了 它会跟它归位得很快 物理归位得很快 所以都是有一个好处的 但是如果你要令到单元的效能很强 它就会 单元就会跟箱里面的气压互相斗力 而箱的气压是很厉害的 所以它要斗力是很困难的 难推就是这样的意思 所以M&K的超低音 它还要是密封箱 两只十二寸 一起向着同一个方向走 即是说不是一个单元的气压 而是两个单元的气压一起抽出去 你想想中间的箱里面的气压多厉害 所以它们的喇叭最大的特色 就是它们是不能做到箱子漏气 因为就算你做的时候 出厂的时候不漏气 经过这么长时间的压力弄它 其实箱子有些顶不住就会漏气 一旦漏气 就未必你会听到低音有什么问题 但你一定听到漏气的位置会很吵有声 音质上没什么大分别 不是, 音色上没什么大分别 质素上会有些分别 因为19是Entry Level 它们用的高音单元和中低音单元 是稍微普通一点 当然我觉得ATC的单元也很漂亮 20是上到它们的Classic系列 基本上是用最高级的单元 所以20无论是高音和中低音都会漂亮一级 由于单元级的级, 质素上都会漂亮一级 所以不需要拘离一声的容量 是关乎单元的质素和级的级是有不同的 是连体音, 你的名字挺棒的 What do you think of Vitus Audio SS101? SS101? 未试过, 应该没试过 所以回答不了你 我试过是SL103, 030, 010 就是我试过两部合并机和前级 OK, 这个真是伤心事 两部, 我没有试过Oranda AP20 我现在用866 我个人觉得866做得挺好 Oranda, 我一向都试过Source Source, 如果说Source, 很明显 Source 比Oranda更好 基本上, 没什么人反对吧? 真的好过, 明显好过 但到抗音机, 我相信没什么人反对 Bouda 比Oranda更好 所以两部一体化都没问题 因为两部一体化都有强项 它自己也有弱项 Depends你自己 Focus, 你觉得Source 更重要还是M 好, 多谢Eddie Hing 的 Super Chat Thank you, 多谢你 星期日, 做起身体 咦, 美国时间? Ordia Flight FLS 10 Mark II 合不合? Cav R3 Meta Ordia Flight 很久没有事了 所以答不到你 但它的扩音机是够力的 好, 有听Live 多谢 收获多不少 正在考虑Hyperose RS-130 它有Internet SFP 和External Vibrate Hub 可以连接External DAC 有没有试过呢? 那次我没有试过 因为我手上没有那个Hub 我记得好像E388有试过 我不记得是否它试过 即是它会试过 你要问问它 听出来的声音是优秀的吗? 如果是Internet 我会觉得是好一点的 原因是很难估计 因为科学上应该是差不多的 等于很简单 你会看到SFP 不是我们民用的 通常都是伺服器防用 我不知道伺服器防用SFP 目的是什么 是否传送稳定一些 还是速度可以改变更多 因为SFP 基本上 你可以选择网线 用RJ-65 接着你可以选择光纤 然后现在新的SFP Plus 你可以选择AOC 都是一条光纤 不过是连体的 还有连体的DAC 也是连体的同线 基本上 它是一个 我相信是比较稳定的接驳方式 所以伺服器防用 伺服器防用 在我们HIFI上 其实目的我们也希望 稳定的应该不是一个问题的 因为你只是做一些很简单的 一个Single Device 我相信用RJ-65 应该很稳定 我觉得最重要的是 它是否行光纤 因为行光纤 真的可以杜住所有电的信号 所以这些电的信号 就有机会 令到在线路线 有机会传送过来 Semi的电的干扰 不会影响到 铲头机内的线路 我觉得这个反而比较大 但当然我看到有人说 用DAC线 即同线都说是会好声 但是我自己没试过 就不敢谈判断了 如果用TRE-AVittance去想 我觉得用光纤会较为一样 当然起来有些朋友觉得光纤线是不好声 觉得声音好好的 而如果你这样觉得 表示换光纤线都会对声音有分别 只不过你不喜欢声音 你就再去寻求你自己觉得好声的方案 基本上Internet SFP 我觉得在这部机器里 我都觉得是有帮助的 至于Fiber Hub 其实都是同样的理论 但我没有自己试过 我就不回答你了 Arenda N200 和Hyperose RS-130 两部 你会选哪部 我自己觉得如果说声音的质素 我相信Arenda 会有点甜头 但Arenda 有一个很大的特色 我不敢说不足 它是一个独家村 它不支援 UPnP 不支援 Rune 基本上坊间所有开放 或者半开放的平台都不支援 它只用Arenda Conductor 这个APP 来控制自己播放的东西 而这种设计的方式 就会令到它可以保证到它的音质 是处于高水平 而且播放上也相对稳定 可以左右到音质的东西 变数会比较少 但可以比你玩的东西也比较少 Hyperose 就跟很多其他坊间的串流播放机一样 它都会支援 眼看上它会支援 它自家的APP可以播放到 它支援 UPnP 的伺服 即是在内联网上自己建设一个 UPnP 伺服 Bubble UPnP 那类 总之你可以玩到所有的东西 然后它也会支援 Rune 你用 Rune 玩也可以 变数的灵活性会大很多 这就是最大的分别 当然你说音质是否很大分别 其实音质都很漂亮 不过我觉得Orenda 每一部机都可以做到静多一点 但每一次我都是因为它使用上的限制 就会觉得总是用得不够过瘾 所以你要想你自己 我想玩什么 还有我想做些什么 Orenda 真的是很独家穿的 它到今天也是很独家穿的 我相信可见将来它都不会开放 Hiva Rose 又是反过来的另一个极端 不单止是什么都可以玩 它连影片都可以玩 都包起来的 所以就是两个很不同的玩法 设计也有不同的 你的单元物料都不同 好, 多谢Gang Dan Hing 的 Super Chat Thank you, thank you 澳洲的朋友 Magical A3, 咦, 坐地啊 放150呎, 10 尺 x 15 尺的房间 对不对 我只听10 尺 x 15 尺 其实又不是太大问题 楼底多高 应该问题不是很大的 我觉得都可以的 只不过我想说就是 就是 其实坐地喇叭 首先每一间房都有不明白 就算你说你的房间是一间黄金比例的房间 它也有它的住宝 只不过是住宝发生的位置不是搭在一起 就不会令到某一个频率会多得很紧要 它是会多的 就不会说失控地某些频段多 那我只是说就是 A3 的坐地喇叭 它的低音并不是太多 现在自己用多一段时间 更加能够说这句话 并不是太多 因为它是一个密封箱的设计喇叭 所以那两个低音 就 量不太多 所以你问我会不会有本名 就看看这间房间 但就会出现过多低音的机会 就相对于其他的坐地喇叭来说是小 但是你也可能觉得它的低音量不够 就觉得不够过瘾 就觉得这么大的坐地喇叭 好像不够多 均不见 其实Magical 出了A5 之后 其实有很多用家是由A3 放了A3 就转A5 原因就是因为 买A3 时就觉得它 这么大的坐地 应该有很多低音 但是现实发觉 好像不够不够 一听A5 就回来了 所以就会转A5 6,000 以下三层机架有没有介绍? 有几个牌子打了出来 Sort Steel 的 S5 这个叫Codraspira 我不太懂读 SVT 接着这个叫Atacama Storm 还有Pegia Vulcan 糟了,这几个英文都不读 正音王, 确实骗死我 抱歉了,这几个牌子的架 Sort Steel 之外 其他三个我都没有听过 所以都没有特别的提供给到你 这个完全是吹都吹不到 Sorry Hello, Hello, HK3D 兄, 你好 空间是超迷你 来后长20cm 20cm? 这样而已 你的头发也能闪到后长 喇叭相距 吼, 吓死我了 1cm 喇叭相距3尺 这样, 3尺 人和喇叭距离1-2米 咦, 这边我就觉得 有一件事要想想 你后长20cm 你可以做的就是 20cm 里面 尽量不要硬长一幅 否刺声就会刺到很硬 这个是可以想想 有些说, 你后面加枕头 即是加枯笋, 加枕头 即是加枕头 你看到它都会撞到某些声音 当然低音它不会帮到手 但它中高音会帮到手 那你要尽量 后长那里要吸一吸它 最好就不要用淘宝那些 黑色的吸音棉 因为那些就不单止 它只吸高音 它连中音都帮不到 可以的话就买 反正你很近而已 你买一块 它都 若干是吸到中音的 高音都吸到中音的那些 但不要买像我后面那些有木的那些 因为这些 这种有木在前面 有块硬的东西在前面 它们是有扩散的功能 即是它都叫吸矿板 它的吸音可以扩散 样子也比较好 但是这些吸矿板 它是需要有一定的空间 给它运作的 如果距离那块板只有20cm 那我就觉得你不如 只找一块唇吸的 就不要用吸矿 因为那个扩散的效果 不够空间的话 其实也有点怪怪的 所以我建议是这样 至于你两个扬声器相距一米 已经尽力不能再拉阔了 如果你自己听 最理想的是 都是一米 没错 是一个非常近的距离 但是都是一个等边三角形 你的立体声结像 也是会正常的 但如果你说去到两米 因为一到两米 两米就会变成一个超级等腰三角形 我就建议不要这样 因为你会 就是小小等腰三角形 可以的 舞台感会好些 但如果你去到两米 你会听到声场会窄些 因为事实上 都会是这样的情况 你的立体声结像 会距离得你软 那 沉浸感会差些 看看你接不接受 我自己就觉得 如果是假设你的扬声器相距一米 比例是一的话 我自己就希望都会做到一的 就是等边三角形 或者最多最多都是1.2 就不会超过这个比例了 所以你自己坐的位置要留意一下 看看能不能走一走 反过来 你的喇叭 如果你的人错前了 其实距离后场都会软了一点 后场的反射声对你的影响都会小 是 百里二巴车没问题的 大有大玩,小有小玩 小是难过大的 小玩的挑战性都大 但是 不是代表没得搞 当然有些地方 一来说我一定要听到很低音 小的地方就没得搞 但是我要整体听到我喜欢听的歌 听齐了的 绝对有得搞 百里二巴车其实也绝对不差 其实我想说我这里也差不多大一点 在小房玩PSI 23 都觉得很大 23 是小三路 还要玩10 其实不错不法 其实玩超低音 某程度上可以容易处理低频重播 重现的部分 我有机会试超低音 Hifi Rose RS150 和RS 130 不是很大 但是有 因为主要是拾到 猪头很低 而且数码输出的质素很漂亮 那 我其实觉得 Hifi Rose 最难做 因为它是很贪心的机器 它可以支援为 Video Processing 它可以支援一个很大很大的 Display 屏幕 大家都知道 这些 Display 屏幕 这些 Video Processing 其实对于微细讯号很敏感的音频线路 放大和处理 就不是一些好事 但是当然对使用上 功能非常丰富 一部机可以搞定所有的东西 所以要它做到一个极致的音质 其实是比起其他的厂 功能少一折 然后在卖一样钱的品牌 是更加难的 所以其实去到130 的那个水平 你就看到它是 你拆出部机 就看到它是做很多东西 就是希望我不想我的功能 淹了很多东西 但是我也要那个音质 你找一部純两声道 純 High End 的牌子 你和我困 我都要困得赢 其实130 我觉得它能做到 150 还有弱杆的 Compromise 不过我试过 我试过找一些便宜机 煲机的时候 我就发觉便宜机的时候 130 我没有AB 给 但我觉得130 你平价机的 其实你不是听到分别 最后试过 我也是找一部靓一点的机 我就觉得 那就听到它靓了 所以如果你的后面那参机 并不算很贵的话 其实两者的分别 是未足以辨认出来的 但是你用一些机 帮我相信你用130 你后面那参机也不会太差的 它是有足够的解释力 去将130 做了的东西都反映到 那就可以了 所以你不会看到厂方突然说 我停产比较便宜的 不会吧 因为它是不同价位的东西 它亦给不同需要用的 KRIS 我都想试试小座地 用705 S3 这个是书架 加上Foundation Designer 2 的脚架 想试试是否规模感会提升 低音的下潜力会增加 这个是肯定的 如果地方用得下的话 老实说 因为705 S3 本身也不是对抗音机没有要求 我相信 很多人就问 我由705 S3 805 S3 转到804 S3 702 S3 可以吗? 但大部份用的抗音机 我都觉得 其实都可以 反而就是 它可以上升的空间 就大一点 你说我买一对 我再升一个很厉害的M 我再去很厉害的M 来推705 S3 其实可能 都尽了 没什么再提升到 但如果你买702 S3 接着你换一个更厉害的M 那你就会听到提升大一点 因为座地的Demanding 空间上面的Hatron大一点 你再换东西 你还能听到 如果不听太多低频 选择monitor 喇叭是否最好? 普遍的Studio Monitor 都有一个认知 就是低音的量 并不是多 并不是太多 但是近年 试试很多DSP的Studio Monitor 我发觉低音 都越来越多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低音是越来越多 所以选择Studio 喇叭是否最好? 我就觉得 应该是选择低音量 不要太多的喇叭 来配合你自己 不需要听太多低频的喇叭 这件事 其实你可以在 不过最差很多喇叭厂 他们的官方网站 是不会将 那条3-4-6-Response 的Curve 打出来的 但Studio Monitor 有很多厂都会打出来 你可以参考它的厂 究竟多少Hz开始Role Off 开始跌 跌至小声 接着你就会大概知道 它的情况 又或者反过来 例如 我又举个例 Adam 的Studio Monitor 它会在官方网站 打起自己的Frequency Response that curve 还有就是 它的低音反向是 你塞和不塞 两者之间的分别在哪里 你会看到低音量 塞了之后会少了 那你就容易了解这对喇叭 在你买回来 在你买回来之后 究竟低频表现 是否和你预期的一样 那 因为我觉得 我们普通的High Far 的喇叭也有些低音不多 反而最重要的是 你一天看多些用家的报告 看看是否真的 低音量会少些 或者官方网站 有足够的资料 让你知道它的低音量是否少些 因为一般的喇叭厂 是 prefer 说自己的小喇叭 都可以弓弓声 是不会坦白说自己的小喇叭 又出不了那么多低音的 这个要选择出来才知道 EG LS35A? 不明白 例子,例如35A 对,35A 的低音当然是 众所周知 并不多 对吧 我没想过你的例子就是35A 35A 当初设计是被人用什么? 被人在流动广播车里听人声的屏幕 所以不要说低音不太多 高音也好些 近代的高音也好些 旧的高音也不太多 就是听中音多 In the future, please talk about Rune Thank you 好,答应你 我认为很多人听不到20Hz 20Hz 反而你会感觉到 但是20GHz 就听不到 高音反而多人听不到 低音播出很多人都感受到 Gamepad 都很大 其实老实,当你听到20Hz 或30Hz 时 实际上系统已经播出很大声 A 类, AB 类, D 类 在同等规格来说 力度最纯是否A 类 这个有点科学化 即是科学技术的东西 我不敢说是否最纯是A 类 但是如果我们用一本法师语的认知 如果大家都是50W A 类就会最好力 而最好力的原因 因为A 类基本上就是 你一开 它就是用尽 用尽你的功率管零件 所有的资源去做这个声音出来 因为A 类都有Class A 和Pure Class A 其实Pure Class A 和Class A 都有一点不同 所以如果你说最尽的就是Pure Class A Class A 都未是Pure Class A 但这个我先做功课 先跟大家说 我自己对这件事 不是很深入了解 多谢Marcus 的 Super Chat Thank you 多谢你 还有梁辉兄 多谢你的 Super Chat Thank you 我们的时间是一个小时半 不知不觉 有500个朋友在看 挺好 现在是什么时间 我们现在已经11点多了 Anthem 1140 推ATC 7 或11 1140 这是合拼式的AVM 两支夹不夹声 夹声的 因为我现在用Anthem前后级推ATC Surround 亦是用7和HDS 7 即是都是7 我觉得是夹声的 至于是否一定要用前后级 就看看你能夹不大声 而且老实说 AVM 有个Bass Management 你把低音剪掉 给Curid Am做 其实这样计算的话 对扩音机的负担 就已经轻很多了 这个情况不仅是Anthem 日系的机器 其他牌子的AVM 你只是觉得 他的μ不够力推 那你就将低音 例如选到80Hz 不可用喇叭 开机下 加倍超低音做 90Hz 不可用喇叭 有超低音做 那其实扩音机的负担就轻很多 我不记得我都是AC 12x 14k 14k 我也听不到 我不记得了 好像YouTube 有些測試 我就自己听一讯 好像是14左右 14都很辛苦 要人很静, 地方很静 何時左邊有一下, 何時右邊有一下 都沒有 其實我這個年紀差不多50歲 我想我14應該是聽不到的 三頻平衡, 每個人的三頻平衡標準不同 其實三頻平衡應該是客觀的標準 三頻平衡, 至少第一件事就是量要差不多 如果你量出來, 你用咪量出來很客觀 然後你見到高音, 中音, 低音 大致上都是在水平差不多 我覺得起碼這樣叫三頻平衡 但當然你合不合聽另一件事 有些人覺得我聽完之後, 高音好像很正常 但我聽出來沒有感覺, 不到, 沒有高音 那可能你要加一點 低音不行, 不到, 沒有感覺 要加一點 那你加完出來, 高音和低音就多了 然後你量出來就不平衡了 但你聽到覺得是平衡 所以其實如果我說三頻平衡的話 我應該是用一些物理的裝置量量量出來 然後三頻的音量高低 上下正乎不多於多少db之內 那我就叫三頻平衡 是一個客觀的量度準則 主觀的三頻平衡就是主觀的三頻平衡 就是我聽到, 是三頻平衡, 我聽到了 那這個就是主觀 那主觀就, 因為它是主觀 所以就沒得咬, 也不需要咬 所以就是你所說的每個人的三頻平衡標準不同 因為其實喇叭可以用很多小口徑的單元一起去做 一樣是可以播到很低的低音 甚至乎可以做到很快的反應 所以我想都是以量度作為一個客觀平衡的標準 但我覺得主觀是否不好? 不是的, 其實音響到最後都是以聽收火 其實你是應該要主觀 所以所謂的追求絕對客觀這件事 是有少許矯枉過正的 即是你是需要量度, 量度之後很平衡 但我覺得不適合聽 我希望在這個客觀的所謂客觀的標準度 微調到我適合聽的表現 我覺得最理想就是這樣 因為你這樣就可以把主觀和客觀這兩樣東西 都混在一起 但我想告訴大家 其實大多數人都不會這樣做的 說就是這樣說的, 是吧? 做的通常都是大家易聽收火就算了 很少真的會讀完之後 然後要公諸於世 讀出來是這樣的 嘩!這條Curve很亂喔! 然後再搞一大爛餐 然後讀完之後還會亂喔! 不會啦! 但沒所謂的 我們只是講一下 在理想的世界上 應該要怎麼做是最好的 實際上就太多變數了 還有真的到最後都是自己聽的 所以你自己覺得OK就可以了 因為其實有些人是真的喜歡低音響響聲的 慢慢慢慢慢慢覺得 爽快 開心 過癮 所以也沒有問題 因為這個是喜好問題 今年哪個發展呢? 八月那個就連年都來的 放心吧! 做事嘛! 我無尼克那個都會去的 基本上現在就是 5月無尼克音響戰會到 接著8月香港會戰 音響戰會到 現在正在想 11月是否去東方銀館 因為很多年沒去 我也想去 但經常都在想 因為我回到香港的時間不多 我用了幾天時間做 我要去做 我是否要待久一點 現在我待久的時間是有限制的 所以就想想 可以的話當然是 不需要再 計日數的時候 就可以很free 去不同音響戰 另一個option 就是想去TIAS 就是去東京的 International Audio Show 那是Zero Sound 主辦 其實都是那些牌子 在有樂丁搞 但很久沒去 我又想去看看 但今年TIAS 就放在8月 就撞到正 香港的很接近 所以就好像 好像交得太近了 不如集中火 來講香港的音響戰算 所以就是這樣計劃 我不敢肯定 Selection Selection 135 那時候用的腳架 是22吋而已 不是24吋 他很棒 他那時候住村屋 他住村屋的Ground Floor 他長期放在門口 日曬雨淋 都沒有生瘦 我一落海沙 他就瘦到 可能在裡面 我還想 他還說 這個好東西來的 日曬雨淋也沒有生瘦 就是這樣 灰塵 你清潔一下他就可以了 因為連釘腳也沒有 我回來自己還要配釘腳 真是想不到 真是衰起海沙 正如剛才所說 舒格拉巴和座地佔用空間 都差不多 但對於空間不大100呎 用座地 會不會不夠發揮呢 其實 只要你確定機夠的話 是擔心 當它發揮得很好 有時候 低音量多了 你的房間承受不了 於是你的房間 裡面的註波被他激化了出來 而產生很大的註波問題 例如說 某一個頻量特別多 因為它產生註波 它複製了 又或者它消散的時間很慢 在這個房間揮之不去 形成一些很混濁的聲音 這個才是問題 所以 所以 我這裡 因為它低音量很多 又很厲害 所以 我要安裝很多吸音 來針對它 因為它產生註波 其中一個Pit 就是40Hz 40Hz 是要很麻煩處理的 很難處理的 所以 我就要這樣處理 是啊 是 是 是 它會發揮到的 不過你的房間問題 是被它引發出來 而你要針對這件事去處理的話 你是要用很大的空間 來處理那些註波問題 那你的房間已經小了 你還要加很多吸音 這就令到它更加小 因為這件事是互相矛盾的 即是你的房間小 就容易有很多註波 你要解決那個註波 你要用一個容積很大的裝置 來吸收它的註波 令到你的房間更加小 那是否一個很麻煩的問題 好 Hello Hello PoChu 梁兄 你好 我看到身邊有些朋友在用坐地 後面買多一對書架 是不是又是玩一陣子不再玩書 不是又是玩一陣子不再玩書架 其實很老實 如果你玩坐地玩到 我覺得玩坐地都可以的 書架反而是 是脆味的東西多些 如果你玩得久的話 又放得到坐地 我想很多人都會 Stick with 坐地一段很長的時間 書架反而樂趣就無缺 因為書架的喇叭 其實有很多不同類型的設計 我自己都很喜歡留一些英式書架 因為每一對喇叭都有自己的設計 很多東西玩 所以 我覺得 脆味來說 書架比較好玩 但如果全面來說 一定是坐地 玩就隨心 這段時間 興致在書架 玩多些書架 興致在坐地 玩多些坐地 灌水? 流水 灌水 灌水 對呀 灌水 我連袋子封住 可以嗎? 找些 我不知道找些什麼 放進去 灌沙多少 和低音 應該和低音多少 鎖不鎖有關 對呀 如果你說要慢慢減沙 就心機大了 辛苦了 NUC1 怎樣看? 有件實物再看? 我經常都覺得它是一部電腦 一部NUC 不過變成了WUN的牌頭 KALFPB300 這是舊KAL Class A 300W 買不買得過? 看看裡面的東西 因為它真的熱到爆炸 所以今時今日還賣給你的 你要看看第一 它的電容有沒有乾? 正常電容很耐用 但是它這麼熱的 真的會乾 即是說要Recap 那它Recap 是否Recap 回原廠的電容 還是換了其他 更好?更差? Recap 師傅的手工做得好不好? 裡面的線路 會不會曾經因為過熱而有損壞 有些東西你未必看到 有些會看到 有些你揭開發揮板 一揭開發揮板 嘩!發揮板焦了一塊 好像BBQ完 你就知道它曾經開心過 但是有些你看不到的 或者噴了油你看不到的 所以其實問題是 那部機器是沒有問題的 但是因為那部機器很熱 也不知道前手前手前前手 有沒有經歷過一些很大的災害 所以除非你可以跟回之前 例如你認識它 有一手用家用到現在的 或者你有一個很可靠的師傅 去檢查過了 沒有問題的 那就買得過 如果不是的話 我之前試過有些發燒友 他買了回來 然後就7加9 買了7加9 又說如何偉大 很美麗 我坐下去聽 都沒什麼問題 不過後來我看一看 我看一看後級 為什麼一個音量 就開到很小 一個音量開到盡 但你聽出來真的一樣 那兩隻都被不同的師傅弄過 完全不同的機器 很奇怪 怎樣看啞鈴式設計的喇叭 我剛剛試過 這個啞鈴式設計 最近最多人說的 叫做Priolition的喇叭 的S系列 S7T 它是一隻 將啞鈴式設計 玩到極致的喇叭 到時候我再說啞鈴式設計 的好和不好 它的不好又如何解決 這個再說吧 其實最主要的問題 就是你要對到正 高音的高度 你不要太高太矮 它很容易就離開了 最好聲的範圍 最近找回老爸 正落二十多年前 一隻Musical Fidelity A1000 出來試試穿不穿得到 穿得到 但沒有開機 開機不久就開始熱了 因為它也是 像是Class A 還要是厲害一點的 Class A 聽過半個鐘已經熱手了 我朋友就說正常 可不可以輕輕說 這部機 A1000是否就是 A1的加強版 功率大一點 不是25瓦 那Class A 就是熱手 正常 你用一些風扇 吹一下 不要讓它那麼熱 放一個位置讓它好一點 另外就是因為它零件很久 你看看需不需要 換一換零件 坊間有的 因為這些MF 材料 很多人在用 所以坊間有很多師傅 都懂得如何換零件 起碼也有 至少也有 牛就很耐用 放心 看看用不需要 龜背 是否用龜殼功率罐 龜殼應該都能撐到 但只是怕電容乾 讓它關熱就可以了 而且它會吸電一點 HELLO HELLO 凌加 WISE和PICAST的大音解碼 聲音取向有什麼分別? 說真的 它們兩者是有些少相似的 都是質感強 分析力強 質感強 我覺得最重要是質感強 比較接近模擬聲音的數碼 順滑的 稍為淡定一點 稍為內斂一點 不是太激烈的聲音 聽到來不會的 舒服的 背景靜的 YC會靜一點 BICAST的起伏會大一點 YC背景會靜一點 但很接近的聲音 我覺得兩者我都很喜歡 我都是喜歡一些 比較聽得來不會累的聲音 Bluetat 貼一點點 沒錯 夠了 你都試過貼大大塊 什麼不行 HELLO FORWEN LIHING 多謝你的Super Chat Thank you 按錯鍵 好 打算用Essoteric S05 30瓦的A雷 或者Bryston 4B 300瓦後級 這就是Class AB 這隻腿 好厲害 DD6600 Everness 大喇叭 兩隻低音 會起20呎 闊成10呎深的廳 打橫玩 兩邊第一反射點 做了擴散 哪個配搭會比較好 嘩 這個問題 因為Everness 我沒有聽過 我有音哄展聽過 很多年前 但沒有細心地聽過 如果大JB 我自己會覺得 瓦數大一點會好一點 我會傾向用 300瓦的Bryston來推 可以 可能幼細度 或者音色不夠Essoteric 靈 但如果聽場面 有300瓦 給Head Room 會好一點 因為你也不會坐得很近來聽 會不會打算做一些音響趣聞 音響舊聞 讓年輕人知道以前發生過什麼 有趣的事情 不會 全部這些人和事都健在 無謂不說 這些 我經常都覺得 有時聽到一些趣聞 有趣的事情 某些怪客 某些奇店 出現的事情 你聽完 我們行內都可能會喘喘喘喘 然後就是一笑致之 如果你說 上網說的話 一定會有人對好合作 你分分鐘明明不是說他 他都會走進來跳進來 你說我呀 那就不要了 所以就不想說 以前如果做雜誌的話 你可以開個空間 然後找一個 不是作個名 找一個第二個名 燒壞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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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你就可以寫 Gossip 然後就 拐頭、拐面 拐店、拐名、拐名 拐名、拐型號 然後你把事情 換另一個方式來講 但現在我這些 黃色的人的樣子 一講這些就死眼 一定死眼 一定死眼 那就沒問題 這些就留給那些 最喜歡說八卦的東西 最喜歡罵人的人 我們這些就不講 是呀 變回星期五的 今次我剛撞星期五 要飛回來 所以我做不到 星期五晚上飛回來 搞不定 五萬元內? 什麼?喇叭嗎? 你是不是說 很多的喇叭 多如天上凡星 當然說不到 說了一個名字出來 用ESO SACD 十幾年 前後級是老米C2700 加Mono 611 喇叭是… Serafino 是嗎? Serafino 是什麼喇叭? Sonsweber? 想換SACD 轉盤 問買ESO加的Cloud號 還是老米的MCD-600號呢? 你用十幾年ESO 我想你也聽慣了他的聲音 而ESO加中 是有料到的 所以… 除非你很想… 一眼看下去 都是胡適藍色的標 如果不是的話 其實我覺得你加個中 會開心些 而且ESO做數碼 始終都是… 一個優… 領導地位 OK? Enpaw 一門 這樣選擇 Campage Audio 618 嗯?還在這裡 CXA 81 咦? 這是抗暗機 再加BNW706S3 嗯… 706S3 都可以的… 其實適合的… 其實適合的… 不過有機會 你可能在EQ 上推大少少低音 有沒有試過DALI的喇叭呢? 嗯… 少聽… 少聽… DALI的喇叭高音比較多些 高音很亮麗、很清晰 如果你對高音… 可以聽多一點高音 晶瑩剔透一點 這支喇叭就很適合你聽 也不難推 會不會講不同解碼方法呢? 我已經講過了 我有沒有講過? R2R、Delta Sigma 那些… 其實尼不開都是R2R 和Delta Sigma 膽就是膽不化 或者膽放大 其實是去到Analog的部分 純粹是DALI的處理 其實都是Delta Sigma DALI及R2R 二項為主 第三項是 一些廠自己寫的方式 我們統一叫AFPGA 或者DSP 總之就是廠自己寫的方式 來自行解碼 通常是三種 然後Delta Sigma 也有分... 是分NOS Non-Oversampling 這個也是另一項 这些是你一定要做完的搜索才可以说 否则必定会说错 做完搜索也会说错 何况是现在说 很想玩日本的舊胆机 香港师傅还能做到 是不是一定要用变硬牛 舊胆机 那你看看一只火牛 如果那只火牛你可以改到 抽头变成220就行了 否则当然要用牛 当年 Selection Speaker Stance 因为自己不懂又没有人问 他见财宝买了一袋河沙 放弃仿用的冷气抽湿机 抽了油键干了罐 没有生瘦 大队喇叭就被BUTEK 支撑了 就连一看了 Cleps 的 La Scala 要听过才可以说到 Hifi 陈板用竹造是否不太好 我自己不太喜欢用竹造的架 但我自己不喜欢 所以 Aqia 的针板 就是用竹造 有一个是用木造 木造没问题 用竹造那一只我就不太喜欢 我觉得它好像杀了低音 哦,是呀 是呀 是呀,其实我知道我有前沿的 本来打算试试 Surround 但是我没有想过 我以为它会给一些更容易推的喇叭 但后来跟代理谈过 就说它想找一些难推 用难推 我用不了天龙 一部合併日本机 怎样厉害的日本天龙合併 怎样厉害的日系合併M 都不要说是日系啦 你用R-CAM 用N-FM 自己的合併M 都推不了Parlison 的大MASA 所以我觉得不如就不要这样玩 是可以的 你可以搬回AVM 90 跟着Stament, P5, P5, P2 都推过来 但我觉得 我觉得真的太重 我不如试试其他东西 例如Parlison 原来很多人都没有特别说它是2频道的 我又想听一下它2频道的效果 我亦可以说一下这种 就是MTM 它们有自己的设计 有另一个专利 MTM 方式的喇叭 喇叭设计有什么好有什么不好 买了803?买了一部803吗? 是YAMAHA的RM 803 是SIMA DEADM 换了R-CAM A29 你是卖了一部 换了R-CAM A29 加TOPPING D30 Pro 推Rofedale Diamond 12.1 暂时不错 OK TOPPING我没有听过 所以我回答不了 但是YAMAHA的级数机 其实很多解码都是送给你的 所以你的解码 你不要这样换R-CAM 你只用TOPPING加到803 都会有机会有些好处 对了 对了 OK 猜到猜到 看到了 N01 XD Streamer 想升级MU2和MSB Disgreeze 怎样好? OK 如果你的 你现在有用前级 有用真正的前级 那其实MSB Disgreeze 就非常好 没问题了 因为它的NL output 的Gang不是太足够的 它是未足够4V 而Grim Audio的MU2 它的NL output就够了 它够大了 它可以直接推后级 这是其中一个最大的分别 它是NL output的Gang 如果你有用前级 两部都可以 没所谓 如果没有的话 基本上 你倾向选MU2 会比较好 第二件事 MU2是一部AIN-ONE 它是有WR-Core 还有解码 解码不了 而MSB 不是 它是一个WR-READY的机器 在系统里必须要有WR-Core 即有WR-READY的器材 现在不叫WR-READY的器材 他们改名叫WR-READY的器材 这是第二件事 你要看看系统上有什么不同 至于声音 两者都不谋而合地 是干净得不得了 分解度很强 Dynamics 上我觉得 很难回答 这条问题要喝一口才行 我认为 那些空间感、定位 那些 MSB 会比较好 因为它 那些音效 真的很强劲 但它是强劲得来 是不会假的 很正的 然后就 MU2 我听出来最大的感觉就是 原来它可以做到很安静的 很干净、很安静的 干净到是 干净到是 有些 有些惊喜的感觉 所以 两者的声音水平都很高 价格当然MU2 会贵一点 但是 级数上 这件事也有点难 很难 如果我自己买 就 真的很难选择 很难的 其实如果我自己买 我会 MU1 加MSB Disquist 很害怕 但是如果你说这两个 我真的不知道怎样选择 因为两个都很好 我自己的印象都很刺激 很喜欢 是的 我也不知道怎样选择 回答完了 Wheel Meter 永远有负数比例 哇!这些又要查书才回答你了 有没有机会测试呢? 应该有吧? 不知道呢? 但是我很想试金桑子的前后级 但我相信代理一定是交一些新的机器给我试 就不会无端端给你这部前后级 是的 我上次已经说了很想试前后级 不过我知道是想还想 那是做事嘛 所以应该试E78 Audio Research SP-10 或者SP-11 Pre-amplified Which one would you prefer? 不是太熟ARC-D 机 说真的 我只是试过一次 所以不敢太多留言 三频平衡 全音域 没关系 全音域 就是没有分音 不代表你最后出来的声音 是否真的三频平衡 全音域的喇叭 我想你的意思是说全音域的喇叭 反而高音和低音的伸延 没有三路的喇叭做得那么厉害 反而是这样 加了10是否听不到自己对喇叭的低音 浪费了对书架 不关系 第一看你的Bass management 如何处理 如果你的喇叭本身 因为经过Bass management 低音部分 或者最低的两个Otaph的低音 交给超低音做 你的喇叭不需要播放最低的两个Otaph 那你的扩音机便会轻松很多 你的喇叭效能也轻松很多 这件事便会帮助全频的表现 这是我觉得 如果2channel 你需要玩超低音的话 反而最重要是这件事 至于另一个特色 就是我喇叭的低音伸延 本来就已经不够 你加一个超低音 就会令到低音伸延 可以降低一些 和音量会更多一些 令到本来喇叭 可能是一个缺失的地方 或者是拔掉的地方 就会补充它 所以我试超低音 就不是一个低音量加强的一个装置 它绝对不会加强的 反而是本来你的系统 也不能播放 只能播放给你 加了之后 很合理的 你本身是三路的喇叭 三路系统就会变成四路 因为它会多一个分音 而且是一个独立单元 来播放的频段 如果本身是二路 就变成三路 都是电视分音的 Hello Hello 好,接着我就可以埋尾了 差不多了 两个小时不知不觉 我新手想买一部合并式口音机 在考虑贵风或者墨景图 同价位 音色细致 兼容度和内听度上哪个好些呢? 内听到墨景图会好些 音色细致就是 就是贵风会好些 兼容度 我也觉得贵风会好些 墨景图因为它有自己的品牌声 因为它有两个不同声音 很不同声音 想买866加前级 有没有推介? 用804D4 VITUS 可不可以? VITUS 可贵 你加进去当然很棒 对吧 嗯 嗯 其实呢 我自己有少少 我这里就要confess 我要忏悔一下 就是 我一直都说 866应该直接当后级用 但后来我就发现了一件事 就是当它做AV Bypass 时 就是-5 的音量 而我跳到-6 或者-4 时 其实那部机器 是完全没有任何一下声音的 即是它没有转换任何一个线路 换句话说 它反而去到-30 多时 它会听到Dark 一声 有些人就说Dark 一声会很大声 看一部机器 不同其数会有不同的 但我那部机器是很小声的 不影响到 但有些早期的机器 就会有一下比较大声 可能是跳V-Lay 去到另一个level 它就会有大声点的脈充声 有些人就觉得不太舒服 但新的机器就基本上没有了 我那部机器就完全没有问题了 但去到AV Bypass 和不 Bypass 似乎就不会因为你着了AV Bypass 就 Bypass 了它做音量的那一组线路 它只是会独立行一组 一组指定的电阻线路来做AV Bypass 所以多数的情况就是 其实如果你用AV Bypass 的话 它是没有 Bypass 了前级 也没有 Bypass 了音量 它都是正常走一个 Full Signal Path 的状态 我相信是 我也有上网查过 没有人就这件事有很确实的答案 除非我去送个email 问厂 可能我迟些也忍不住去问 所以是这样的缘故 如果你有前级给它 主要是拿回866的Wallium 去遷就害怕对就可以了 所以这次我都认识了AV Bypass 如果我要当它是纯效级 我就把音量去到-5 就算了 然后前级再慢慢调整不同的增益 所以我习惯了用它的Wallium Control 因为之前试机的时候 其实我是很不习惯它的Wallium Control 我甚至乎不太喜欢它的Wallium Control 因为它很奇怪 我不知怎样说 首先就是它很近0才有声音 它50 如果不是负显示的话 基本上你去到30、40、50 都是没有声音的 你去到60、70才开始有声音 如果负显示的话就会好看一点 负显示30开始有声音 负显示40开始有声音 所以我觉得 现在就不会太坚持 一定要当它是纯效级用的 反而是变成一个Flexible的Wallium Control 来就回它的Source 究竟是什么大小 反过来 Source 是否一定要用Wallium Control 也不一定需要这样做 OK 回来 如果你想加前级的话 我就觉得 不一定 必定要加前级 现在这样的情况 之前试的时候 第一个感觉就是 很不喜欢它用Wallium Control 直接就当它是效级用 发觉是轻松的 而当时我手上也有一些漂亮的Depri 但如果你说特意去买一个很贵的前级呢 那我现在这一刻 我必须很坦白地跟你说 当初的想法 当初的看法 现在再审视 是不太适合 所以 它是否需要加前级呢 就 未必一定 你如果有Depri 你可以去想一下 究竟是否需要用Depri Wallium Control 但如果纯粹独立加前级呢 就先看定些 不是一个miss 不是一个must 希望我稍后有机会试它Bouda的812 它是一个Streamer Depri 究竟再配上866会如何呢 那我就再去进一步 到时我都一定要问一问 收封 e-mail 或问一问厂 究竟它Wallium Control 那个线路在AV Bypass的情况之下 究竟是否真的可以完全 BypassWallium 的线路 还是还是照行 只不过是FIX了固定的增益 这样 好,亲手想买SACD 机 用Vitas和Magical S3 请问有没有好介绍 这个也是好介绍的东西 500,000 元会不会有计划 因为你现在用Vitas和Magical S3 其实都是一些好介绍的东西 我希望你预松少计划 去买SACD 机 才会配合你其他机 所以 光铁播放机日系 我觉得中价的 Esoteric 不错 高价的 我会建议你去看看Soul Notes S3 AV BypassWallium 和 法国Matchroom 的Aqua SACD 机 我都觉得是很漂亮的 这几个牌子 但是过了预算 除了第一只Exoteric 会有五万元以内的机 之外 后面的全部都没有五万元 脚鸡灌沙之后 感觉到背景静了 中低音集中了 高音不知道是否油了 还是少了 人色密度质感仍然可以 但是好像少了一些东西 但是问题就是 你灌多灌少 它灌少些 它又有些东西回来 这下就是难玩了 好,多谢你喜欢我们的节目 我认为Sunday evening Around 8 p.m. 是Lio 非常好 OK 转星期日 都可以的 其实都可以的 先做文条 Sunders Fiber Olympica Sunders Fiber Olympica Nova 和金仔的M 合不合呢? 还是B&W 好老实 Sunders Fiber 近年和物件图很合 但其实呢 我经常都觉得 在那个厂品牌的设置上 它好像将物景图变成主 将Sunders Fiber 变成全 反而很少特意 Sunders Fiber 拿很多东西出来说 感觉上而已 我想厂不是这样做的 但我自己的感觉 明明呢 Macintosh Group 里面的人 意大利人多 我觉得很奇怪 应该按照Sunders Fiber的喇叭 应该受市场注目更多 而我觉得 现在新世代 Sunders Fiber 的喇叭 是更加容易玩 更加全面 OK 所以其实它的金箱子 我是有试过的 不过在Review 里面 就不能够出 我是夹得夹的 我觉得挺好的 不过当然是音色东西 这个你要明白 一定是音色东西 如果夹回物景图 声音的重量会更多 至于麦景图的M 厚声少少 金箱子就贵丽一点 音色 所以听法会不同 我觉得挺夹的 至于你说夹B&W 多些 还是Sunders Fiber 哪一支夹金箱子多些 就没有一刀刺的答案 两支都有好听的地方 不过如果你夹B&W 的话 你会听高音吸引你的地方多些 我相信你应该夹B&W 里面是 88系列的B&W EEK MMM VV Fence 不太明白 sorry 现在用NAME Autumn Unity 做前级 两部TX AP505 这个是Cast DM 做后级配Poet Response 1SC 第二 想问升级是否换后级 是 是 Poet 最好用胆机 不用胆机也用Class A 或者Class AB 的机 不要用Class D 的机 Class D 的机 真的不太适合 说真的 配哪部也好 配胆机也好 配Class AB 的也好 配上NAME的抗音机也完全没问题 但是不要配Class D 的AM 其实步步不同 你知道抗音机也很麻烦 步步不同 但是搭RCA 肯定在搭它的Signogram 你搭机壳 就有机会搭PowerGround 如果一部机的抗音机是连接机壳的话 你要看一部机的后面有没有回置 有回置 通常一日没有抗音机 一日多数都没有抗音机 那机壳就跟PowerGround 没关 所以就 但是我自己搭地盒 是会搭Signogram 好,多谢你Super Chat 多谢Larry Knight 的Super Chat 多谢 好,Delta Sigma 有没有介绍? 刚才我说喜欢Bicast 和YC 五万元 多一点就可以买到YC 便宜一点就可以买到Bicast M3 贵一点就买到YC 501 我觉得这两个都是我喜欢的 好,Intelian Evil 双声度 这个是贵风的Pure Class A 很巨型的后级 推一对801D4 推不到也好 推得到,放心 801D4 推得到 放心 放心 会不会测试屏风呢? 测试什么呢? 很多时候都是跟代理厂商商谈 我自己的喜好 是完全对这类喇叭没有兴趣 但是会不会试就看下安排 我尽量都会选不试这类喇叭 因为我自己 等于我尽量不会试单击一样 因为我自己的兴趣不在 你说应不应付到? 做到的 它有没有声音? 好声的 我不喜欢不代表不好声 很好声的 OK 但是我人有喜好的 我又不想我作为一个司机人 埋没了我所有的喜好 完全不展露在镜头面前 试什么都是一个感情,一个感觉 好像机械人,好像AI 我也是人来的 但我不想我的喜好 超级了我司机出来的表现 所以遇着我不想试的 其实我也不会说 我不喜欢,我不试,不会 我只要试 也不关粉粉食事 我觉得是尊重自己的工作性 要照试 我试的时候 尽量客观 不要想我自己的喜好 OK? 大家都会接受我这种%模式 但我自己的喜好依然是喜好 如果问到我的话 如果我是一些我不太喜好的东西 我就不会主动去找别人来试 我喜欢的,我就会主动问 Gream Audio, Mewtwo 什么借来试 季风,333,凯米,自己来试 我喜欢的,我就会问来试 但如果是代理工厂想我试的东西 我基本上只要是一个音響器床 我没理由拒绝 也不应该因为我的喜好而拒绝 这件事很偏颇 所以只要是我的墙真的搞不定 例如你放一对广场那么大的喇叭 我真的放不下 那我就会不试 我放不下 或者我现在现时的系统 我根本没办法令它开声 那就不试 就不会因为我不喜欢的东西 就不试 但是 所以我会不会试 我不会自动找 但如果主动卖力 我就试 小的屏风 太大是不会 就不会 觉得Wolferdell Diamond 好像全部东西清晰很多 噢,不同的 演绎也不同 Fly是用Compassion Driver 而Wolferdell 是用传统的半球体斯摩高音 半球体斯摩高音 其实跟我们一般听 所有喇叭出的高音 都是那种声音 很直观 就觉得正常 对 一转了第二种 例如用气动高音 高音已经完全不同了 那你用高压缩高音 又是不同了 那它还要加个Horn 更加不同了 所以你说蒙不蒙呢? 其实有人会觉得蒙的 但其实很多时候 你在确音机上 摆一摆它 摆一摆它 是有一个点 是不会粗声的 不会蒙的 但就难找些少 我觉得在类似的设计 无论是Fly或者听内 类似的设计 你都需要很细心去选 M和选择Toe-in的角度 刚刚它的能量 是道理和不道理之间 是一下有一下没有很正 但我相信用Fly Audio的人 应该都会同意 就是你教得对 是不会粗声 不会蒙的 好,来自马来西亚的朋友 多谢你 RN-200A 这个是Yamaha 机 如果是和BW-805D2 一齐用 会不会 声音会明亮吗? 你要留意 805D2 D2 已经很多年之前 那一代数的鑽石高音 有机会 因为长时间 可能你用的时候 有很潮湿的地方 有太阳曬着 或者热一点 高音有机会 是会老化了 高音量就会少了 所以不关你用什么机器 是关于喇叭 但也有机会 你的喇叭 如果是放在一个 适适正正的地方 问题就不大 所以你要想一下 你的喇叭 高音是否老化了 其实很多 那个年代的高音 如果没有记错 它们都会用磁液做冷却 磁液经过这么多年后 就会干了 于是高音的散热效能就会低了 高音运载上来也有热力 因为它长期处于高音 而未能散热 就会令到它里面的线圈老化了 从而高音就会少了 好了 你要看看这个问题 如果本身高音单元 因为老化了 而量少了 背后再做任何东西 都应该不可以 你谷它也没什么意思 反而就是 可能你的喇叭要找师傅 看看有没有人可以 令到它 可能再 处理一下它 有些人可能会重新绕过 线圈之外处理很多东西都可以做 令到高音的回复青春 那你就可以试不同的Amp 都可以了 反而这个是我想提出的一件事 最惨的是这个问题 不是每个喇叭都会这样 每个喇叭都会这样 不是 你要知道那只喇叭 它经历了20年了 它是什么地方用 它是什么状态之下用 都会影响到这只喇叭 今时今日的状态是如何 好 脚架和第三厂分别 ATC 的原厂脚架 要贵一点才有 第三厂 第三厂很多 如果你说用SUN ANKAR SUN ANKAR 的低音 比原厂更多 一听就知道了 但其他那些 例如我自己试的那些 我觉得和原厂价分别不大 有一段很长的时间 我都是用原厂价 和SUN ANKAR 的价格 今时今日 你觉得贵到爆炸 因为运费很贵 而且它好像有没有 Design for ATC 的型号 但有也是很贵 因为运费很贵 多谢 LS50 Wireless 2 对LS50 META 加WIN M 这个近期很厉害 说到超级无敌刀仔脚大树 超级无敌性价 比撒破全世界的抗音机 是299 美金而已 我未听过 有些Youtube 外国的Tek Channel 赞到天上有地下无 有些就说 吹大了,没那么夸张 除非我真的买一架 回来自己听听 否则我也不敢乱说 但我只想说 高性价比的机器是有存在的 不会没有的 有不少 但你说是否可以贵它 很多很多倍的机器呢? 我觉得是否有点难呢? 今时今日的科技 未做到这么高的水平 但你说打赢它 可能2、3倍价钱的东西有机会 但它是否我不知道 但你要明白 现在你是用LS50 Wireless 2 之后它本身是一个 内置抗音机的扬声器 转到一个Passive 扬声器 用抗音机来推它 那是否会好呢? 我其实是有点懷疑的 因为你不要忘记 LS50 Wireless 2 本身是做电子分音 亦是Bi-Am 这样的推 其实效率高很多 而且亦是Perfect Match 不会太差 我不敢说会有明显 我不敢说会好 女仔玩音响 Peggy 兄弟 Peggy 小姐 你好 我只是说兄弟 女仔玩音响 听开BSW 606 小声器 马兰斯的入门抗音机 想升级Waffidel Litton Hearich 85 伏黑的喇叭 连原装脚架 觉得样子很漂亮 可以声音吗? Waffidel 的声音 其实是做得很讨好 亦容易玩 我觉得问题不大 马兰斯的入门M 我觉得如果可以的话 你的M 比较漂亮一点 因为你的入门M 真的太入门了 如果你是Waffidel 你应该会去辉煌影音听 我会建议你 要是买回马兰斯比较贵的M 因为马兰斯的入门M 因为我明白很便宜 但真的太入门了 如果可以的话 你也想升级中价的抗音机 会更好 这是事实 因为抗音机太便宜 真的不太高性价比 不太好表现 抗音机有时候 有些机会是很便宜的 但抗音机真的不知为什么 没有什么奇迹出现 如果你去到店铺 可能有得给你选择的 差不多价位的牌子 可以考虑一下CAMIC AUDIO 或者CREED也可以 但如果用到马兰斯 用高一点 例如用到40N 那些 是吗?40N 抗音机 那类都已经比很入门的机 可以用到贵一点 你以为马兰斯是 买到大概1万元 那些轻松一点的抗音机 就已经是 有时间都不用换了 已经很狗推了 好 有兴趣玩 高中低全屏障喇叭 请问有什么地方要注意? 全障版 全障版即是Bethonless 即是只有障版 低音 低音 障版要很大才低音够多 否则低音会自己抵消自己 变成低音量就会很少 而且始终不可以太贴近后场 也会有反射声 反射声也要给他一些时间 反射 不可以太近后场 香港是没什么地方听的 因为其实一直都是属于小众的喇叭 如果想加前级 其实是否买到WPM 回家搭配合平Amp 就可以了 只是一致的换 always 就是如果想升级 就由一部合并式口号机 变成一部前级一部下级 是最合理的 亦是质素表现 会有最明显的提升 但这件事就是 你要卖一部机 买两部机 而如果以前面的做法 你不需要卖你用的那部机 你只需要买一部前级就可以了 所以 这件事是简单些 你可能出的钱也少些 但是 老实 大部份的夹平式抗扬机 很少是 很少是 资源分配到 我只是做 有的大菠萝就是 后级做得很好 但前级就好像没有 这样的话 我会觉得 除非像大菠萝那样 很明显 它差不多大部份资源 都放在后级上 如果不是的话 我也是觉得 一部前后 是 长远的聆听来说 会更好 好 好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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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问题 最近想升级座地喇叭 用PMAA110 天龙 夹Sonserviber Sonetto 5 还是Focal Cantor 2 因为之后会考虑升级物景图的合并机 M 如果你升级物景图的M 那 Trouble 3 就一定叫你听Sonserviber 但是Focal 有Focal的吸引力 如果你喜欢听Focal的声音 那 就听Focal的声音 但我自己 其实就对 我喜欢Sonserviber的声音 如果这两个牌子放在一起 因为Unitdome 的高音 摆位上 就有少少不同 即Focal 但我觉得它对声音声场的表现 是挺好 挺吸引的 不过 这是个人喜好 物景图 推Focal 有很多人是这样推 也没什么问题 所以 现在根据你的提出 其实两只喇叭都没问题 两只喇叭都推得到 所以 到最后就是 建议你的喜好 我最安全的建议就是 用Sonserviber 因为两个是同一间厂 一定是perfect match 但是 的确 Focal是完全没问题的 你找些时间去听一听 特别是听Focal 去听一下 Chemetry 对不对你 对呢 其实就 召唤你喜欢的那个 喇叭 因为喇叭是最影响到 你听出来的声音 会变成怎样 好 其实我这里还有一件事要说 这个时候说 房间注波 是否一定会出现 就是刚才说 大喇叭和小喇叭的时候 当你一个房间 小空间 找一个大座地 然后大座地 因为低频的量 和低频伸延会高了 于是 是否一定会 令到你小房间的注波出现 我觉得在大多数的情况之下 因为你的空间是小 所以 大部分情况之下 你用了座地喇叭 都会出现注波的 我不敢说11% 但大部分情况都可能会 除非你的长座高 真的很帅 又或者本身房间 真的做了很多吸音的东西 这样就会好些 又或者你的座地喇叭 其实原来都不是真的出很多低音 那就未必一定会出现 但如果 很正路 你的座地出现低音 地方又小 的话 因为每一间房 无论是黄金比例的房 还是不是黄金比例的房 它都有它的房间 那么你 一个喇叭 出现某些低音 房间就一定会爆 只不过有时就是 它不是爆得很厉害 你听歌曲又不是降到那么低 不觉的 但如果很残恶地 你拿些试音模式来播 就什么都被踢出来了 那你就会知道 原来也有个播 那是不是一定会出现呢 多数都会 这个是物理来的 那是不是出现了很麻烦呢 不是的 你看看它究竟是 很骚扰到你听的歌 例如有些人 他听的 例如有个主播 他可能五六十周 六十周都有的 那你就很容易涵盖了 你大部分音乐听到的低音 那如果你说不是的 去到我现在40周 说真的 我听大部分音乐都没事的 你不要开那么低的低频 一到40Hz便会爆 那如果你的喇叭 原来去到40Hz 都没什么声音的 我的房间有40Hz 会爆的 那就没事了 所以都要DEPEND 你的喇叭落到多低 能量trigger了房间 那个响应是否真的很大 大到你听到为止 那如果听到的话 就是两个方法 A 就是换低音 不要那么多的喇叭 那问题就解决了 因为你又由源头开始解决 B 就是你的房间做trigger 针对这个问题 吸收低音 就是我现在打算做的方法 我就是选择B 所以还要搞很多这些东西 因为我天花板已经搞定了60Hz和70Hz 那个问题了 很开心的 但是呢 唉 但是都要搞了 好 这个就是这个问题 房间主播是一定会出现的 那如果是这样的话 就是我说要在房间里 又要加trap 其实很不practical 因为实际上我们要生活的地方 不可能一绿绿摆放 所以我都会建议就是 如果在你家里 因为装大喇叭 换大喇叭 而出现低频主播的问题 我会建议你 你的喇叭是否低音反射色 是低音反射色的话 塞住它 我先反射洞 令到它量减少 看看主播问题会否减少 有时少少低频主播 可以的 没问题的 你可以当它是低音辅助 只要它不要美大不掉 成为骚扰就可以了 如果你说不是的 我塞住了反射洞 也很厉害 你可能现在摆位 不要太側墙后墙 我们都不行 地方很小 没有位置给你摆 可能到最后 你这对喇叭 放了它 换回一对书架 低音不要太多 因为如果你坚持低音 而去做Room Acoustic Room Treatment 其实是一件漫长痛苦贵 高成本的事 当然做好之后 我相信 我希望我自己也是 就是低音出到了 大资讯售空了 好听 一样听到那么多低音 很漂亮 很happy 当然是这样 但你要付出很多很多才行 好 那我们的车 也差不多到尾声了 我们今天的直播 也是惯常地 打算一个钟头 我都免得说 两个半钟头了 大约543位朋友看 多谢你们的收看 我可以继续长期 这么长期 这么长期都搞不定 这么长期 我都做不到字幕 做不到这个节目 好 这个我回答了 是不是 对了 什么叫做Combi Combi Drill Speed 1 好 发觉ATOM in 100 signature 100 wg 用两颗牛 是否等于有力 和好声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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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有没有力 真的看很多东西 但我们最 因为你看到攻略 其实攻略 就不算太过 可以表达到它很没力 它是其中一个参考数字 如果你看到扩音机 它写着两音声器 都可以推到 那我就觉得它很力 但多数都写不到两音声器 通常四音就完 那么 这是第一样我可以看到的东西 第二就是 你始终对供电的需求是大 特别是Class AB 所以你会看到扩音机打开 看到它火牛大些 VA大些 两只也好 一只也好 又或者电容的水塘量也好 那我就有理由相信它 它那个力量会好些 但是因为现在近代的电容都漂亮的 所以不需要每次都要几十万mils 才叫做似样 不用了 我看到很多好几部机 其实在说 Icon 10 万mils 其实已经很好力了 所以我觉得 我发言是看这些东西 最后也要看设计 因为设计都很重要 例如Sono A3 它只有多少瓶 它只有这么多瓶 但是你看到 它这么大一只牛 那么多电容 然后你又发觉 它真的挺好力的 但是它只有这么多瓶 数字上觉得它不大 但是听出来它是足够的 但是它是不是无限大呢 又不是它是有少少Bottleneck 所以是Bottleneck 所以这个就是 很没力 成为了大家这么多茶余法 话题的东西 因为它不是只看表面上的功力 也不是打开只看材料 就可以知道它的武力 见到八爺用三粒水虫放书架喇叭 和脚之间来调声 因为这也是调声 我们也见到有些人用水晶钉 有调声 都有的 甚至乎加一个Iso Acoustic 架 再墊一墊也有 这也是调声 还有一个特别的 就是在喇叭脚和喇叭之间 再墊东西 其实整个高音就高了 其实这个高音高了 也会影响到整个听感 也有些不同 例如有时候 有些人觉得高音太矮了 矮过我的耳水平 可能这样轻轻墊多一点点 除了令到鞋震点不同了之外 也就令到高音更加贴近耳水平 你听出来的声音就会更加正 这也是其中一个 在调教鞋震点之外 也调教了发声的高度不同了 超低音真的好多 是啊 那就玩吧 其实老实 有很多人问我 其实那天我的朋友也有问我 堂主也有问我 喂 弄个ATC超低音来玩吧 我也想 但我经常都说过 我也想搞定了 40Hz 注波问题 我也很想试 只不过是 我是想在英国试 希望可以安排到 如果我真的买的话 我其实很想买2.2 我不想买2.1 因为呢 因为我觉得 听我就未必听到 究竟那支低音在左还是右 没有了 说真的 但我眼看 我会看到一支在左边 一支在右边就没有了 即是鸣鸣了 视觉上好像不太好看 但你可以 omit 但如果我自己 我真的想玩2.2 这样很贵 但你问我的话 可能我也先玩一支 也未停 但Ultimate 我也是想玩两支 如果玩的话 我也想玩两支 就算不是ATC 我是其他的系统 我都觉得玩2.2 会是最终极的玩法 如果摆得到的话 买不买得起来是另一件事 买不买得到才是最大的问题 ARCAM A29 还买不好? 4,000 台 这么便宜吗? 可以的 挺低玩的 ARCAM M 是很实际 有没有机会试 Air Acoustication 机会不大 还有设计师过身之后 就 有少留意他们的产品 好 还没办法 收工了 完成了 最后的几个 UCE 1 如果加了MC3 洗上洗 比奥拉利用 会不会很无谓? 如果对Green Audio 我觉得不用洗碎了 其实金仔最近出了新前级 是吗? 好想啊 我也想试试 真心的 谢谢 谢谢 好 大菠萝部分 支援放在后级 小菠萝是不是? 小菠萝 小菠萝 其实也是差不多 但是小菠萝的调声 没有那么快 以及它的功率 的damping 没有那么紧 所以很多人经常说 小菠萝的声音 是有肉一点 有质感一点 松一点 没有那么紧 因为大菠萝 你真的要对着 大妈耍的东西才对的 如果不是 它就会有点overdamp 一拿得很紧 那些声音就不松 所以那时候我先推ADC 我觉得很收货 其实我早派上阿七哥那里 阿七哥那对JBL 大JBL 都是用大菠萝来推 那就是你去到两只双十寸 那让它推就差不多了 之前看过 介绍New Prime CD T8 Pro 这个是CD转盘 那部机 这部机 有没有比一般的CD机 数码输出优胜 是多数都会好一点的 因为纯转盘的CD机 CD纯转盘 它只有数码输出 它一定会做漂亮的数码输出 而一般的合并式CD机 大部分的情况 它的数码输出 都是一样的 有好一点的 是漂亮的 Esoteric 会好一点的 但大部分坊间 平价的CD机 它的数码输出 都是一样的 你打出来看 看一看它的Transformer 都是好工业的东西 也不会特意去做其他 很普通的 由于它的数码输出 不是特别漂亮 有时你换个漂亮后级 换个漂亮解码 都没什么帮助 就是这样的 所以如果你想玩分体的话 我也觉得 可以的话 尽量买一个真真正正的CD转盘 只有数码输出 都是会好一点的 New Prime 也好 或者是Boxy Side 这个是 这个是Porehold者的牌子 叫Boxy Side 类似的产品 我都觉得是好的 即使你去买三菱 三菱 有没有纯数码输出 只要它是纯数码输出 我就觉得 它的数码输出 是唯一一个输出 它就一定会做得比较好 认真一点去对待 现在用CDM4 的CD机数字输出比较 New Prime CD T Pro 8 Pro 会不会比较上旧TX 那些旧纯转盘呢? 嗯... 多旧呢? 你要说P70那些? 还是那类呢? 我觉得其实旧的 机器也很漂亮的 反而怕是怕什么呢? 怕它VRDS 那些转盘 有些老化了 读碟能力会差了 或者Error 会多了 只是怕这些 反而它的数码输出 我不认为新和旧会差很远 新的当然会好些 但我觉得旧的都很漂亮 因为TX是赢了什么? 赢了转盘的Mechanism VRDS 所以我认为P70 不过P70之前那些 我就不太熟了 P70、D70那个年代 所以我觉得 如果你手上是P70 或者后期那些 只要是健康的纯转盘 我觉得它都会比起CD8部 会漂亮些 很公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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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玩的房间 就是用小书架 已经有很厉害的主播了 所以就要搞一场角 有些 因为有时房间很不幸 长库有似 或者跟楼底有似 那些主播 是你的喇叭轻轻出到 都已经变成了 好,HELLO,HELLO 好了,真的完了 一崩起来真的很烦 买Poet D20R D2R 回来比较 最后还是留下D2R 算是吧 这样会比较好些 好,对了 要剪片了 没错,你说得对 第三集很快就推出了 请讲一下 未玩过墨景图的后级 想入一对单声道 大输出的墨记 推ATC的PASSIVE50 是不是走对方向呢? 未决定是C61 还是原子粒老鼎好? 说真的 用ATC的墨景图 相对上不是没有 是少些人玩的 你听出来 你会听到 总之墨景图 自有Octoformer的抗音机 都会令到所有的喇叭 变回旧式的喇叭 即是 旁边的喇叭 就会有大肥婆的那种声 用ATC 就会有旧ATC的那种声 看看你喜不喜欢 有些人就喜欢 有些人就不喜欢 这个就是看你喜不喜欢 那种相对上 声音稍微慢一点 因为它有输出牛 虽然输出牛都很快 但是它有输出牛 都会稍慢 就会有那股脏 有些人是喜欢到不得之了 觉得那种音声是很适合的 所以这个就是 这个反而是你要留意的一件事 另外如果你玩物景图的话 都是要用大些功率去推 比较大些 比较多些去推 ATC 这个是要留意的一件事 好 Janelaer G1 好一些 还是8010 好一些 用来听歌打机 以及用什么前级格 好一些 interface 都可以 基本上一定是interface 你问我 我有在展览会 听过新系列的G 第二次我认为外表太前卫 不太接受 我喜欢用传统外表 但两者都很相似的 我自己 我自己 传统一些 我都会用8010 至于用什么前级呢 因为它是真正的Studio Monitor 很少人用来听Hi-Fi 我自己觉得也是interface 比较好 但你要留意 这次又给我 又有了 因为interface 很多interface 的DAC 都不够ADC做得漂亮 因为interface 目的 它是希望你用来录音 于是ADC 多数都漂亮 例如麦皮够不够力推 Dynamic 麦皮 能否推得到SURR的S7M7B 即那类 很少就着DAC去斟酌 所以DAC 的质素 很多时 特别是平价的interface 都是这样的 怕一定够 是质素不够 你说你用来量度 很漂亮 动态范围很正 这些数据完全没问题 是你听出来的声音 就好像很flat 就是这样的意思 所以如果你买interface 可能你也要买 At least RME Universal Audio 即那类 贵一点的 会好一点 不要买太便宜的 Focus Bridge 太便宜 要买贵一点 便宜的都不太行 就是这样 我给他建议你 至于前级的话 也可以的 例如我现在 就会用Mitech的Broken Bridge 来接使用Mitech 来接驳我套套套套套套套 我觉得他很适合 音声很漂亮 不过质 也是贵的 但类似这样的做法 都可以 我喜欢回答这些问题 OK 4309声音如何? 4309声音是现时的版材料 4309声音是现时的JBL声音 梅德铁达尼浩 但也是一套长电影的时间 530个朋友和我一齐坚持到这一刻 多谢各位 我的直播亦都回答了这些问题 多谢你们不问 我们大家可以收工休息 星期日的夜晚 多谢各位的来临 还有特别多谢各位 SuperChats 转数快 应该都有些朋友转数快 有些朋友转数快 Charles CK J Hing 多谢你的转数快 还有 多谢沈 KSD Hing 多谢你的转数快支持 多谢李MC Hing 的转数快支持 还有Full CK J Hing 的转数快支持 多谢你们的所有支持 给了些动力 我做这些DiTalk的直播 就是这么多 下个两个星期 都是星期五晚来做直播 下一次又有不同的特别 我们玩完这几次双周直播之后 再review一下 究竟我们这个方式 有没有其他做法可以做 因为我自己觉得累 因为我说两个多小时很累 现在又是沙沙的了 通常今天我都不会说话了 明天都不会说话了 明天就没事 今天都不会说话了 OK 多谢各位收看 我们下一次直播 还有下个星期Fever Sun Dock Comment 有我的视频 所有的批评 希望大家可以支持一下 喜不喜欢看 也看看 多谢各位支持 休息不了大家 我们下次再见 我们下次再见 ach